大家非常高興能夠到這邊來 我們的時間結構就是 據說這是三個小時 然後中間會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我想我們就分成上下兩節 然後大概到可能三點左右 我們先break一步 然後break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那我今天講的內容 會全部是由大家來決定的 所以今天要分析跟回應的 就只是各位的語情而已 都是這個 不要忘了會語情 那當然隨時這個舉手 或者是按麥克風 這個發音也都可以 就不用這個就不用按麥克風 也是很有道理 OK 對好 而且這個音質好像好一點 那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麻煩連到slido.com slido.com 它是用你的瀏覽器就可以開啟 那如果沒有手機的話 這樣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請隔壁的朋友幫你提問 然後連上去slido.com之後 它會要你輸入一個數字 那警號不用輸入 就是輸入00630 就是今天日期前面加了兩個零 那輸入00630之後 就按旁邊那個有一個綠色的join 然後再等個20秒左右 就可以進入一個聊天室 那slido.com 00630這個聊天室 它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它的發言它是可以匿名的 你如果想要劇名那當然很好 因為就是我在處理你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就是按鈕講更多 那但是匿名呢也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了解這邊跨院各院的朋友們都有 所以如果有些比較挑戰性的問題的話呢 大家不一定那麼願意舉手掌 那在以前都是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單獨跑過來問 但是現在因為有一個匿名的 可以提問的地方 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你就 很放心的匿名問一些比較挑戰性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如果已經有上來的朋友的話 可以這個說成還之類的 然後那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的 就會跑到越前面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五個人對某個問題按讚 我就知道說我回答了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等於同時回答了五個人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比較聚焦 在大家都想要知道的事情上面這樣 那所以很高興已經看到 有六個人上來了 然後有一位Tiger說 嗨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用法 就是你可以有你的暱稱 那我們也不知道誰是Tiger 所以這樣子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分出 是有不同的人說話這樣子 好 那所以在大家還在想問題的時候 我想我先 把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工作的一些 一些事情跟一些原則吧 一些價值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大家如果有看到其中任何部分 或者是跟這些部分無關的 基本上都可以都可以詢問 它不一定要受到那個 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王陸宇請分析跟回應來限制 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是經營一個叫做 行政院工作數位刷新空間 建成比利斯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為什麼叫空間呢 是因為它其實不是任務編組 也不是什麼辦公室 它其實實體上來講就是一個空間 就是行政院院本不進去 右轉走到地 有牆上填滿邊地鐵的嘛 那就是我的辦公室 然後隔壁我們陳美玲諸位 捲出了他的辦公室 然後呢在一個叫做空總 就是堅果化石旁邊 就是一天到晚會有無人車跑來跑去的 那個就是現在叫做當代文化實驗廠 C-LAB 就是以前的空總的創業園區 裡面的大概靠天文化石的另外一邊 中校東路的巷子另外一邊 在腐化斜面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社創中心 那這個中心也是我們 就是所有的社會創業者一起設計的 像這是寫寒兒花的 那大家看到這邊 再往裡面一點點就是我的辦公室 那我每個禮拜三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都在那個辦公室 然後它地下室有一個空間 然後樓上又有大概三個空間 那這些架起來就是所謂的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那這個空間的規則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盡可能確保說大家想做的事情 我幫大家吸收風險 然後我幫大家去找資源 那然後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每個參與者自己決定的 那所以我們從我加入之後 大家可能知道一個政委大概 主要是兩位基奧秘書是比較多 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從各個不同的部會 因為都有志願者想要加入這樣子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就是用全室戒掉或部分戒掉的方式 目前都可以有二十位佛團 那我有答應我們當時的秘書長說 我們每個部會不會戒掉超多一個人 所以理論上最多可以有三十二個佛團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又從自策會的每個所有 又調了一個人 那所以這是比較技術上的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又有見習生 就是每年都會 去年二十五個 今年大概快四十個學生 那也一起來用這個空間 所以架起來就大概二十五個 四次 三十五個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那但是理論上 因為每個人的薪水都還是自己所在的部會 或者所在付 那每個人的考級呢也都是自己打 我是從來不打大家的考級的 然後所以其實這就是一個 每個禮拜一大家一起吃個飯 然後就在自己適合的空間 找一些適合的事情做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這個空間變形了大概快一年之後 我們有辦一個共識營 那這個共識營 我們把每個人正在手上做的事情 有些大家在媒體上面可能會看到 這些都是綠色的這些東西 去把它會整成說 那我們做的這個方法或是原則 那就是黃色的這些部分 那但是重點還是核心的價值 就是我們到底是為什麼要做這麼一大堆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經過兩天激烈的爭論之後 就把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派一個順序 那這個順序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順序就表示說我們不能犧牲什麼 而我們可以犧牲什麼 簡單來講我們覺得說 我們在做的所有這一大堆事情 包含即時的去會營人民 包含把所有GPM上面的關卡的東西都公開出來 包含去在眾議平台上面 讓兩千萬三百萬人 到現在有五百萬人 再用眾議平台 包含去巡迴一下 想到台灣每個角落用視訊的方法 去了解當地的社會創新等等 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建立政府跟民間的無信 因為絕大部分的時候 因為在有網路之前 大家其實在做公共政策的時候 往往是很依賴政府 把有不同的或衝突的價值的利害關係人 透過政府有一個組織的力量 讓大家至少看到彼此的代表 那第二個是說政府有一個仲裁的力量 就是說可以透過資源分配的方式 或法規制定的方式 來確保說雙方都不會犧牲太多 但是這畢竟還是一個比較靈和的思維 而且在最近十年 尤其是手機開始出現之後 這些利益關係 這些都長得非常的大 就是說台灣根本不需要透過什麼委員會 也不知道透過什麼代表 也不用透過什麼立委 也不需要透過政委 他們只要關鍵支隊了 不小心五十萬人就可以組織起來 所以就是說他們透過網路這種 自我集結的力量已經大到說 我們如果還想要把自己當自身上子的話 那就會被崩斷的一個情況 因為從人民的角度來看 他們這種自己組織集結出來的 反應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後大家又是非常親密的 因為關鍵支隊一樣 那政府如果還是有 跟人民本來相同的距離 像我們的這個陳晴啊 或其他的原廠部長信箱啊等等 這種方式 它並不是不好 它也沒有比以前距離更遠 可是因為大家距離太近了 所以感覺上就會覺得 跟政府距離很遠 然後就會變成是 我們覺得七天十四天 簽合這個流程 就差不多剛好啊 可是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這個已經謠言啊 或者是腦補啊 或者是什麼已經穿了 不知道幾輪了 那每一次這樣子的事件發生 這個繩子就再更緊繃一點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是透過問一個不同的問題 來促進政府跟民間的互信 我們不是問說 我們怎麼樣把大家組織起來 或者怎麼樣去仲裁 這個其實已經有點過世了 那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大家立場雖然不同 但是我們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我們如果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大家能不能透過創新 找到一些對大家都好的解決方案 那當然這個答案不太可能 一問馬上就有答案 但是政府如果把自己 變成這樣子一個空間 而不是變成這樣一個繩子態度的話 至少我們就可以及時的回應 因為並不是我們每次 回應的時候都一定要做出決定 我們的回應可以只是說 你這個想法非常好 我們就邀請你 就是會朝的小孩不是有湯吃 而是邀請到廚房裡面一起做湯吃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核心的 就是建立政府給民間的互信的想法 那當然我們就是這個價值 在不犧牲這個價值的情況下 我們往左希望能夠去培養一個公民社會 讓他們知道說 有些事情政府一年才能換一次方向 所以當新的事情出來 而我們還沒有一年時間去準備的時候 有些事情民間可以先去解決 那如果我們擋到民間的路的話 我們就是用一個幫助解決 社會問題的朋友解決他們的問題 在這樣的方式去陪勵公民社會 讓他們也有能力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那往右邊呢 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溫習 新的這種方法 在網路上面公開的收集 大家的意見跟想法去凝聚的時候 攀提下來 承辦人他所需要花在溝通上的時間 會比他本來一通一通接鎖字的電話 接關卡的電話 填各種非常莫名其妙的表單 然後這些東西 要來得省時間 也就是說你只要公開的回應一次 他講清楚一次 其實很多時候 你可以節省了非常多 後續溝通的成本 那當然在這中間 我們會用到很多數位的服務 然後我們也可以盡可能的用一些 一開始是開外掛 但是開完外掛之後 像總統本人可以客送了 開完外掛之後 這個盡量讓他回到體制內的這個方法 讓大家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如果創新失敗了都可以說 這都是唐鋒害的 但是如果創新成功 因為我們有完整的紀錄 我都會很努力的去跟這個所有的記者說 比如說我們當年的創新成功 就是這位開放政府聯絡人 楊青昂的功勞之類 就是說我們會說 這個當他成功的去把民間要爆炸的東西 透過邀請大家進廚房房式 除了完之後 我們會保證說 是這個部會 以及這些處理的朋友們獲得credit 那他在內部會有很多的機會 去分享他的經驗等等 所以就是說簡單講 就是不搶credit 但是吸收全部的blame 這個是我目前的主要的 就是改變的理論 就是theory of change 那大概都是以資源而合作為目的 好這個我串場穿了10分鐘 希望大家有一些問題 那如果不習慣用手機發問的話 我們也可以舉手發問 好 那然後即時的新的問題 如果要這個追問或什麼的話 會跑到下面來 有五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我對於年改 對於這個世代的公務員的這個看法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公民論壇 叫做PTT 那PTT它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組織 所以它在上面基本上是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 那在PTT上面有一個版 叫做公務員版 就是public servant 但是沒有一個T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一個T 但是就是大家如果關心這個網路輿情的話 其實在公務員版上面有絕大部分各個世代公務員 特別喜歡就是拔筆帳的 大概很多都在上面 我們在一開始就求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時候 就是在PTT的公務員版上面去po說 有沒有這個就是專業的公務同仁 然後對網路溝通有興趣的 然後願意這個海選吧 加入他們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這個行列 那後來也確實有徵到人 交通部的PO就是這樣子徵來的 那所以我自己看public servant版上面 對於年改的看法 我想有幾個嘛 一個是說當然大家現在主要的擔心是說 這是我們以目前的這個利率算出來的 那大家還是擔心說過了30年之後 如果利率更低或者更變成富的話 是不是會需要再改一次 這個其實是最 我看到最大一個concent 那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權衡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現在就把年改改得更徹底 或者更激烈的話 不但對於就是大家的時期會有所妨礙這個 可能是放款過綠卡的消費業別 或者是薪資掌3%都沒有那麼容易救回來的 而且也比較容易更激烈社會上的對立 那所以我覺得它本來就是一個權衡之後的一個結果 那但是我看到的年輕公務員 很多都還是對於這樣子的改的幅度也好 這樣子的永續性也好 確實是有些抑鬱的 如果大家看Public7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蠻專業的 感覺上是具有財政專業的朋友們的這個分析的文章 那我就在這邊不追溯 但是我想也是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因為年資現在是公司第三部門 等於公司叫各種不同部門 它是可以跨業別計算 所以我們也聽到很多年輕公務員 在公務員辦去說 當新的這樣子一個制度建立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 那我在公務員體系裡面 我可能不是永遠待著 我可能是待一陣子學到的一些 就是公共行政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公共利益的一些判斷的方法 那他覺得這個他在教職上 或他在民間上也很好用 那他就會去民間或去教職 再擔任一段時間的服務 那他服務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又覺得說 他對公務服務還是有熱情的話 那他可能換一個不同的方式 但是又回到一個不同的部門 所以我想單一的 是C單一的部門的這個申請 當然還是目前的主流 但是在目前這個年改的 新的制度上路之後 我也聽到不少年前公務員 會覺得說 那他跟公務體系的關係 可能不是一個 好像終身契約的關係 而是一個 互相這個 為彼此的資源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還是覺得 在公共服務的過程裡面 可以很橫平的去 看到各方的利益 也可以學到很多事情 但是同樣 讓他們對他們自己的career的想像 也變得比較多元 這個是真的 然後也是比較看到的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因為在年改的過程裡面 各個不同的世代 跟各個不同的職系的公務員 都有很多自信組織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 不需要政府當省子 他們自己都可以組織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 並不滿足於目前的公務人員協會 那關於這個勞動三權 就是 就是 團結協商罷工 等等的這些權利 就越來越長可以提出來 然後關於 公務員員 不是福利 而是爭取自己的工作權益 等等的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團體 像就是公務員員 革新力量聯盟 工格力他們 就在臉書上面 有很多這樣子的倡議 當然很多是從警銷的部分開始 但是一些比較溫和的 也 以我的筆記也正在 不斷的集結 他們會去辦那種 我剛進公務員 這個當扮演 不知道什麼 什麼叫綁月 或者是 怎麼樣子去虔誠 怎麼樣子向上管理 之類 他們有很多現在 跨劇處 跨中央地方 跨智希 這樣一種分享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我想也是 年蓋的過程裡面 讓各方的力量 因為要爭取 上台發言的那個機會 所以集結之後 他每次大的集結之後 就會變成類似 像學習圈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無形之中 也讓部門之間的這種 嗯 就是我們叫骨藏 或者本位的這個狀況 由於年輕同仁的 或者甚至不一定年輕 而是只要願意用 網路工具和同仁的 這樣的分享 也變得比較有組織吧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 每次看到這些投書 還有一些倡議 那我覺得這都蠻好的 就是 套用應該是 任總的一位同仁的說法 就是說 本來公務員 在這個社會上面的 言論市場 這種公眾討論裡面 感覺上都是經營嘛 那透過這樣子的 一次一次的 年代相關的討論 感覺都已經開始震動了 那震動之後 可能就會開始有聲音 可能會再沸騰了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看到這個 震動的這個狀況 是不斷在發生的 大概是這樣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如何利用AI和應用在公部門 來提升服務品質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在這邊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對AI的看法 我覺得AI它就是 把ROM的事情交給機器做 然後把需要價值判斷的工作 交給人類來做 那所以我們在AI 引進AI的時候 我在這邊想要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空總 在社會狀況性實驗中心 一天到晚都有 MIT過來的這些三輪車 在跑來跑去 那這些是MIT Media Lab 跟北克達合作的一個計畫 那它叫做PEV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就是具有說服力的電動車 那這些三輪車 這個雖然兒哥裡面說跑得快 但是其實跑得非常慢 就是它的好處就是它中到人 或中到建築物都不會發生事故 所以這個是在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下 讓大家來體驗說 所謂的自動駕駛車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它解決的社會問題 也不是那種資本主義底下的那種 我們長時間物流啊等等這些問題 當然也不完全是資本 因為大客車或者卡車開很久 那也是有就是勞動安全的問題 但是它要解決不是這種大規模大運量的 它要解決是在像台北市 這樣子的一個城市裡面 可能有很多七八十歲的 像我阿嬤八十多歲的 她還是很堅持要到菜市場自己買菜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她賣了一大堆東西提回來 就是很不方便 那這個時候如果她可以把菜籃放在前面 然後她自己就坐在三輪車上 那她即使是時速10公里 或者20公里 因為她跟這個相比的是太陽走路的 所以她都會覺得還蠻快的 那事實上是解決一些社會上面具體的 社會需求 那但是她並不是為了客機而客機 那這樣子的一個AI 它在開發的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有一個口號 就是叫做AI乘以CI 就是人工智慧跟群眾智慧 好像是一種協同演化 就是一起演化這樣一個概念 但不是少數一些人做出一些基礎 然後就掛一個什麼智慧城市的名字 就強迫整個城市吞下去 也不是說反過來講 也不是說這個大家覺得AI要搶大家的工作 然後就上街抗議 雖然那也是一種群眾智慧 我們這樣子的做法比較是說 我們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 在它明顯的有解決社會問題 那它做的事情是一些比較容的事情 就是說就是任何人來做 結果都一樣的事情 任何人來拉環包車 大概這個服務的狀況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事情大家比較放心 讓機器去做 因為任何人來做 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這個是開放的系統 就是open source 也是open data的一個系統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次我們看到這輛車 它看到一個新的情況 它不知道怎麼處理 它可能都卡在檔場 或是說它就有一些 這個表達它意願的方式 我們北科大學生 試了很多方法 用黑客送的方法 去看說它要怎麼樣 去跟旁邊的人溝通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我們透過實際的道路測試 讓這些AI更知道 人類的社會長什麼樣子 有各種它不可預期的情況 尤其是台北有很多的摩托車 怎麼樣的 那而是說反過來講 當它看到一些情況的時候 那我們人類社會也學到說 我們怎麼樣進入它的世界 然後怎麼樣透過一些資料視覺化 一些手機或平板 甚至ARVR的方式 就可以進入它的主觀的視角 然後去看到說 它當時看到世界是怎麼樣 為什麼它做這樣子的判斷 然後大家就可以透過不斷的互動 然後有點像是早期的狼 跟早期的這個人類人員 互相彼此形化 然後變成人跟狗的這種關係 因為人類學家大概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很多非語言訊息 像看對方的眼神在哪裡啊 跟著這個對方的就是 彼此所指向的地方來動臉啊 等等這些是人跟狗一起演化出來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當AI在演化的時候 它是透過呼應社會的需求的 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解決大家都覺得很容易 已經根本不想加班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 好像一開始就是從上而下 然後要把大家 反而是需要生命經驗 需要各位的智慧 需要做判斷的東西 把它takeover過去 那我們這邊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是我們有用AI在我們公共政策行程當中 那這個就是當年2015年的時候 UberX它當時剛在台灣上路 那當時Uber本來是一家合法的公司 或至少不犯法的公司 它用的是機場的專業的駕駛 都是用R派的租賃車 然後就是基本上就是租賃車的一個 開潛的一個平台 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 他們就用了一個這個 我們現在叫畫術 畫術就是一種講話的方法 它是具有感染力的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它就用了一個畫術 就是一個Meme 它就是說 這個台灣的法規已經過於老舊 它這個做城市上面 運輸的調度上面 比不上演算法 所以呢我們就不要管實體法 或者作用法 我們就管演算法就好了 這個叫做共享經濟 那個時候掛了這樣一個名字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就開始用沒有前職業駕照的 也不是租營車的個人的私家車 然後開始在台北跟桃園 就是跑來跑去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它造成社會上很大的不安 跟很大的困惑 因為很多的朋友會覺得說 欸這個很潮 這是西谷來的 怎麼樣這個台灣跟不上時代了 之類之類之類 那但是反過來講 也有會朋友覺得說 欸可是這樣沒有保險 那也完全沒有管制 那如果出了事情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在社會上面就會 越討論然後就越激烈 那任何在試著在網路上 或在實體上面去喬 就是去試著找到 雙方有沒有什麼 共同的價值的這樣一個方法 都會受到雙方的這個洗版 或者帶風向的這個狀況所影響 簡單來說就是 當你開始想要 好好討論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會抓住裡面的兩三個字 或你用的一個詞彙 不符合它的定義 或怎麼樣 然後就硬生地把它歪曲到一個 更有爭議性 或者更激烈的一個討論的方法 那如果你就是很堅定的繼續 就是討論就是論事的話 有時候還會冒出一些表情包啊 一些貓咪圖片啊 或者是一些如果是實體討論的話 白布條啊翻桌啊 什麼之類的狀況都會出現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是很難讓人去 就是論事找到共同的價值 那所以我們當時的做法 其實就是透過AI的一個方式 我們把當時所有正在營運的這個 包含台灣大車隊 或者台北的計程車統一工會 或者烏尾的司機 或者他們乘客有LINE群組 有這些不同的管道 我們都用這些管道 給他們統一個網址 那在這個網址上面 他們就會到這個叫做POLICE 這套系統裡面 那這套系統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你一上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別人對於 他用自動車災客這件事情 還有什麼感受 我們問的是大家的感受 我們並不是問大家的建議 就是大家看到相同的事情 有些人覺得很高興 有些人覺得不高興 有些人覺得有疑慮 有些人覺得很吵 這些都是OK的 我們的目的只是要讓所有人 看到所有人的感受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個人就會看到說 原來跟我感受不同的人 他是我的Facebook朋友 或者他是我的Twitter的朋友 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是我的家人 那我可能不知道 他有跟我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們吃晚餐的時候 從來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這些不同方面的論點 他就有一張臉 而這張臉是他親近 他熟悉的人 他就不會很意識形態的 好像就把對方 就抹一個標籤 然後就拒絕去對話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上面看到 各自的感受的時候 你跟他們同意 你也跟他們不同意 但是你不能按什麼 你不能按reply 你不能按回覆 我們在中央所經營的這些平台 從2005年到現在 不管是join平台 不管是slido 大家現在在用的平台 polis平台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你雖然可以po你的感想 但是你不能夠回應別人的感想 為什麼呢 是因為如果你能夠回應別人的感想 那麼對你來講 對一個想要干擾討論的人來講 他摧毀對方的可信度 永遠比他用言論 會建立他自己的可信度 要來的有效率 因為摧毀對方的可信度 他是不花成本的 他只要隨便找一個標籤抹上去就好了 但是他要提出 讓大家更能夠認同的東西 他要花力氣象 那所以他如果有一份力氣的話 他寧可拿去po十個這種摧毀對方可信度的東西 也不會拿來po一個來增加大家的可信度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把reply這個回覆的按鈕拿掉之後 他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去就是人身攻擊 因為他沒有辦法針對一個人來回應 在這個情況下 他唯一的做法 除了來同意跟不同意之外 他就是提出一個更好的見解 然後試著來迎娶大家的同意 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給他了一定的拘束力 就是說我們會說只要任何人他po出來的東西 能夠讓每一個群組的人 都超過50%同意的話 那麼大家共識度最高的 我們就拿來實際的Uber探判 然後實際的去建立這樣子的共識 那所以我想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就是說每次我們在這種沒有回應 而只能夠提出更好的看法 就像如果大家看到slido上 這個問題是你不想問的 那你最好辦法去提出一個 你覺得別人也會想要聽的問題 只要到了你不能夠去回應去攻擊那個問題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觀察到說 傳統上在社群媒體上面 或者是在我們開一些 這個比較激烈的面對面會議的情況下 最會讓大家分裂的這些device of statements 它其實在這樣子的一種新的不能回覆 只能夠去凝聚的空間裡面 這個安全的空間裡面 它只會佔幾少數的這個狀況 但是大家就會很願意花越來越多的時間 把大家覺得說 我覺得這樣子是大家共識的 它可以講得更好的這樣的情況下 願意花很多的力氣去進行凝聚 這個我們在各國都看到 像這個是在美國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Uber 在Airbnb 在各種各樣的討論上面 大概都是類似的一個形狀 那這個形狀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還是調動大家的這個想要競爭的這個心理 好比想說有人PO出了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它可以說服54%的人 那它就好像考了54分 那它就會想說 我再PO出一個想法 我可以說服60%的人 我就及格了 那我們在Uber那一案的時候 最高分好像是92分 它PO出來一個說 它希望政府把Uber裡面的某些特定的部分 好比像說能夠用APP叫車能夠打分數 然後等等的部分吸收到新的法規裡面 讓這個既有的這個計程車和叫車業者 也能夠就是藉由這樣的方式來提升品質 那像這樣的講法就獲得了92分的贊成 等於是說不管它的立場92的人 都同意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所以就是說不是我們發問卷 而是這個問卷的題目是由大家來一起撰寫的 但是AI在這個裡面的過程 它就是去幫大家做視覺化 然後一起幫忙去挑選下一題 看就是更有可能凝聚共識的 更有可能讓大家彼此了解的題目 盡快的讓大家能夠熟練起來 那這個工作如果是你用人來做 其實以前我們有一些什麼Q Method 什麼KJ法很多方法 你用實體的方法也可以操作 但是當我們參加的人 就是每個案子已經上千人的時候 你用人來操作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你就是要花二三十個人下去 每個人做的事都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如讓AI來做這些融的部分 那但是我們人呢 就是看到大家有共識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共識實際轉換成 實際能夠去做出決議的這樣子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經常會分享的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透過AI 但是這個AI做的事情它是透明的 就跟剛剛那個無人車一樣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它運作的原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資料也都是公開的 但是它最後就是藉由這樣子一個自動化的空間 讓大家都能夠更去運行人類才能夠做的部分 就是說透過自己的生命經驗 來提出跟對方相同的價值 那所以這裡面其實會需要一個 會需要一個就是反觀自信的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不要覺得說某些事情 是用人來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這個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我們總統被黑客送裡面 也有一些用到AI的一些專案 那舉例來講像搶救水寶寶 Water Savior這一隊 搶救水寶寶它是一個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台水 然後跟我們行政院的諮詢處HTC 子測會 還有政大的一些統計研究所的朋友 都一起組了一個隊 那總統被黑客送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三個月的一個時間 由政府拋出說我手上有資料 我希望民間的資料高手來進行角色分析 或者是民間的說我有這樣子一些資料 那我希望跟公務部門資料做整合 又或者是說有一些高手 他就是很想要這個資料要了很久 像天下雜誌 他們想要去做治水的成效很久 但是綜合流域之裡的那些具體的點位跟預算 他們一直都要不到 所以就希望藉由總統府來要到這些資料 這個狀況也是有 但是不管他們本來是因為作業流程的關係 因為法規的關係 或者因為預算的關係 或因為溝通的成本太高的關係 而沒有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等於有一個外掛了 已經說的是外掛 就是可以讓民間來提案 那公務部門配合辦理 我們一共收到大概一百多對 很多是民間提案 可是我看那個提案的內容 看起來就是公務員寫出來的 所以可能很多是科長 可能在他的抽屜裡已經放了兩三年 但是沒有預算 或者沒有上級支持等等的案子 他就趁這個機會找民間朋友來提一下 然後他就可以跟總統說這個 這個本級外配合辦理 大概是這樣 那總之呢 這個 這個就是幫大家吸收風險的一個 非常具體的一個例子 那所以我們挑出了今年五個卓越團隊 那總統府是具體承諾說 等於總統府來當大家的朋友們 然後讓這五個團隊 因為這都沒有獎金的 但是又很漂亮的獎盃 在拿到獎盃之後 不但讓大家都能夠很紅 那最重要的是說 他能夠融入正規的公務流程裡面 那我們也不會破壞公務流程太多 所以一年大概就挑戰五個案例 那其中一個案例 剛剛講的強求水保保 它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台水 就是北水之外的所有的自來水 都是他們管嘛 那他們的漏水的問題是相當的嚴重 好像漏掉了15%之類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而且這還是已經就是 集中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陣子之後的情況 那他們提到的原因 是因為主辦館能夠換的 大概都換了 可是還有很多30年以上的塑膠管 那是在分管的情況下 所以每一個其實都只漏一點點 可是加起來就漏很多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是有一些老師傅他很厲害 他可以去看那個就是水 他們叫Skada 就是水壓跟水量的那個 自動的技術的那個表 然後他們實際甚至去停那個水管 他大概就可以知道那個分管漏在哪裡 但是這些人才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他們是經驗法則 所以如果全台灣的水管 他們要停過的話 他們就要好幾年的時間 那所以他們覺得說 這不是很經濟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他們換的預算有限 所以他們必須要真的是 找到漏的最嚴重的 然後優先去計算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把所有這些老師傅 包含他們的總工程師 羅顧問都放到這個團隊來 那這個團隊的目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子去交電腦 再看到再聽到 像同學的情況下 能夠把這些專家的這些know how 能夠試著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好像他們的學徒一樣把它學起來 那學起來之後 他們就可以自動去偵測說 這個地方到半夜 理論上用水量比較低 但在某些情況下 他如果想要又會變高 那很可能是個分管有漏水 就是人比較難細微察覺的這些部分 透過人工智慧來做 那在這樣子跨領域的專業去進行了 三個月的開發之後 他們真的就做出一些 還不錯的一些人工智慧的應用來 那這些應用 目前我們也是sponsor他們去紐西蘭 他們會有三個月的叫做加速計劃 就是實際紐西蘭也願意 把他們的這些水壓水量 因為他們本來沒有缺水問題 他們是這幾年才有缺水問題 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他們本來覺得漏水也沒什麼 但是現在忽然間漏水就有什麼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我們外交的部分 就是等於以前的農耕隊的那種感覺 那現在是AI隊 那這個實際的去紐西蘭那邊 運用他們的資料 來一起解決這個就是水資源的問題 那但是這個的起情動力 它必須要是就是在各位這個層級 可以去想到說 我們有這麼多的有經驗的 專業的有判斷的技能者 但是這些朋友們的重點 很可能是說他們的這個傳承 他們的能力 可能不只是要交給下一代的幾位專業者 而是能夠透過群眾指揮 跟人工指揮加起來的力量 去交給這民間 對這件事情也感興趣 也許他有一些技術 但是他之前沒有這些資料 也沒有這些政治白鑼的這些朋友們 看能不能透過像海選 或者總統被黑客送這樣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試著把這些know-how 有些累積到群眾裡 有些累積到顏色法裡 那AI加CI的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更不用做那麼多 很重複的這些工作 也可以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所以這是一些具體的分享 那有各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如何反制假新聞 這個其實我在我們的就是 PDES的網站上面 我們PDES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叫做工作制 跟工作紀錄 我們的工作制上面 會有很多我們專門加的這種短網址 就是像rumor.pd.tw 那它展開之後就是到去年我們 做出來這個叫做無權一差 的這樣子一個最基本的精神裡面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要很細的去看工作紀錄的話 那在工作紀錄裡面呢 有一個我跟原件雜誌的 這樣子一個來訪 那這是非常非常長的一篇竹字稿 那但是這個竹字稿 是具細膩的把目前我所知道的 我們關於不實訊息爭議訊息的 這樣子一些對應方法 都揭露在這邊 所以有空的話 如果找原件雜誌來訪就可以看到 那這邊我只講第一段 就是我自己還是不用假新聞三個字 雖然最近媒體上面 還是會用這三個字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說 很多在網路上它散播的這些 揣測的訊息 它有些是新聞工作者做出來 它只是引用的那個source 可能有一些問題 它查證的時間 或我們給它查證的材料不夠多 那另外一種是說它假冒成新聞 就是它根本不是新聞 它是內容農場 它就是故意要來造謠 可是它把自己弄成一個 就是很像新聞拍板的 或甚至是冒用一些 新聞圖片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當然還有我們 台北市科文哲的市長 他認為說這個記者信心 鼓鼓寫了一篇報導 但是編輯呢 給它下一個南遠北撤的一件事情 讓看到的人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 他認為編輯也在做假新聞 這是這個國際上蠻獨特的一種定義 但是確實 這也是一個困難 所以就是說大家 假新聞這三個字指涉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用這個字 那我會分別把它稱作 可能不實訊息 爭議訊息等等 那所以我們到底怎麼防止呢 這邊無權一差的原則 我想先從這個一差講起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去做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 雖然有一些行政院的朋友們 這個在面對這種就是壓力的時候 會覺得說 沒有法可以辦 但事實上我們還是有的 就是我們接下來在立法院 有提一個數位通訊傳播法 那數位通訊法裡面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簡單來講 數位通訊法之所以沒有法則 是因為它就是一步把網路上的行為 跟現實社會中的行為去做一個對接 來讓不管法官是在哪一國留學的 他大概都會判處一樣的東西來 這樣一種僑接型的法律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說 你如果在現實社會裡面 我們面對面講的時候是誹謗的 他到網路上就還是誹謗 他如果面對面是公眾恐嚇的 他到網路上就還是公眾恐嚇 他面對面侵犯的人格權 他到網路上還是侵犯人格權 每一個這個在現有的民法刑法裡面 都有可發的事情 那我們絕對不會 只是因為它在網路上面發生 就特別去在法律上面加一個文字 說在網路上面做這件事情 我們特別的去可發 當然我們知道 立法院有些立委並不是採取教的態度 不過以我的理解目前沒有要排他們的案子 所以我們應該是一個原則 還是可以保持得住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上的行為 不是獨立於實體世界的行為來看待 所以我們不會專門針對網路上行為 去做公關性立法和修法 但是在數位通傳法裡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包含業者自律 去跟公民團體達律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在網路上 如果你覺得你的人格權受到的侵害 然後你也去提告 那這個時候如果網路的平台呢 他願意把他的這個訊息下架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下架的過程 他以後再舉證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那我就不需要負連帶責任 因為人家PO的時候 我沒有時間審查 但是你提告了你通知他 那他就下架 那這個時候這個平台就不負連帶責任 那他如果已經明明知道說 這是在法律告訴進行中 他還不進行相應的處理的話 那這樣子他就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就要扶起連帶責任 可能他覺得這個是有道理的等等 那這個他都等於變成一個幫助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們在數位通傳法裡面 並不是針對這件事情的法則 而是去試著 這個是抄著作權法裡面 叫做Notice and Take Down的一個方式 他要下架10天之內 一定要提高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來讓大家能夠去尋找本來的司法途徑 而不是說讓警察或者是讓檢察官 好像突然擁有言論管制的能力 那所以這個是在平台的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有一個第三方的 協力健全的查證機制 所以第三方很重要 就是說他不是拿政府的錢 他也不是用政府的人 那如果我們政府自己造謠的話 這些第三方也會來澄清說這個政府造謠 所以他是就是比較中立的 他不會特別去說到底是 就是怎麼樣是對的怎麼樣是錯的 他是試著把所有的這個查證的狀況去把它找到 那民間像胡元輝老師目前在做一個事實查核機制 那但是在事實查核機制 正式有一個NPO成立之前 那我們就已經有一些公民社會的一些例子 還有這個叫真的假的 這個是一個LINE的BOT 大家在LINE上面可以加它 加了它之後呢 任何時候你只要看到一個傳傳的謠言 你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就只要傳給這個BOT 那這個BOT它就會去做事實查證 那查證之後它就會回你說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個事實查核後面就是一個群眾智慧 一個 Crowd Intelligence 那在這裡面呢 有非常多這個已經回應的這個文章 那包含不再查證範圍 含有個人意見 還有正確訊息 跟還有 含有個人訊息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什麼大蒜 可不可以去問維他命1200克 會不會過量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怎麼樣 早餐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Pirabin會不會致癌 然後什麼之類的 其實還是這個感覺上 衛生健康的還是比較多嘛 那當然也有這個住宅警告機啊 或者是這個政務官其實早就已經沒有18%了 為什麼還帶船啊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 當然裡面也有一些政策政治性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靠一個這樣子 一個民間社群群眾智慧的一個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然後一切都是開放緣碼 開放資料 等於它的公信力是比較高的這樣一個情況下 再去進行這樣子謠言的一個查證 那我們自己怎麼樣來幫助這些第三方呢 我們既不能出人 我們也不能出錢 我們到底要出什麼 我們能出的就是 我們能夠即時的去運用問答集 來方便事實的查證 那各位最近可能知道說 我們在行政院的官網上面 就是EY.HLV.T.A.R.上面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區域 叫做即時的新聞澄清 那這個其實新聞澄清 目前呢其實是 它是一個會整的一個工作 就是絕大部分的這些澄清稿 除了一開始我們這個 就是徐正偉在負責的 不是我 徐光的正偉 他一開始醫生作者 所以他跟員工自己先寫了幾則澄清 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概這邊都是部會來提供的 那所以就是包含空母法 包含這個海巡 包含這個軍情局 包含玉山學者 這個養殖漁業 儒心投資案 還有就是說 國民身分證這個外面在傳說這個 在裡面會放一堆什麼指紋 紅墨什麼東西 那內政部就說其實根本沒有 它就是自然人品證 可以跟身分證結合 但是你也可以不開自然人品證 如果你不開 它就變成一張比較 排版比較好看的塑膠卡而已 但是就是說 這些都是在實際出了這樣子的報導之後 那個時候就是 雲峰跟郭勇那邊 就會開始按一個碼錶 開始計算說 每個部會的這個新船 是多快的時間回來這邊回應 那他們也沒有什麼關卡 也沒有什麼講程 但是也為我的理解 他們在那個新船的群組裡面 會每個禮拜讓所有部會知道 其他部會的平均反應時間是多少 所以是透過一個同載壓力的方法 讓他們把反應時間 從一開始的 平均好像接近24小時 據說 因為徐政委每次這種回憶 都會更新我們最近的時間 所以上次他就很高興說 平均已經來到12小時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我想就是當天回復了 在一個news cycle中間回復 這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推出這個計劃之後 蠻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在民間的事實查核機制 像真的假的或 吳老師那邊 或Michael Penn 或什麼之類 這些社群 他們需要靠這個 你如果沒有在一個 是GOV點台灣網域的地方 放這樣子一種 事實的誠心稿的話 其實他們要自己去做 第一手的資料調去 其實是要花非常多人力 所以通常過兩三天 他才會出來回應 那我們這邊如果能夠在一個news cycle 就是六小時之內 就出這樣子一種誠心稿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即時的這個回應 他就可以很快的 在當天的同一時間裡面 好像到晚間新聞的時候 或者是說在民間的社群 他就是通常是下門 比較有空的時候 他一來這邊看 發現政府有個回應稿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很容易的去做平衡 那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提醒我們說 在網路上的所謂平衡報導 它是發生在不同時間的 以前如果大家有做過公關 或新聞傳播相關的工作 可能會知道說 在老牌的資本的媒體上面 他們很強調很講究的 就是說即使我是日報 我都是在那個版面裡面 至少要兩方的說法 我左邊放一個 右邊放一個 讓讀者能夠自己判斷 讓讀者能夠自己去接觸 但是呢現在在網路上面 完全不是這樣 即使你從一篇文章裡面 放了左右兩邊的報導 馬上就是雙方各取所需 然後一個截圖 或者是結一小段文字 丟到那種農場 然後就各傳各的去了 也就是說在網路上沒有平衡報導 在同一個空間平衡報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唯一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是在時間上面 在盡可能接近的時間 去做即時澄清 來作為平衡報導 這樣它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我早上看到一個謠言 那我那晚上我大概 就是有預期心理 就是那真實的情況 我大概也可以看到 那如果像以前還是想澄清 我不知道形象 那樣是以14天為週期的話 那就完了 因為中間已經就是不知道 延伸多少的版本 那等到你回應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想起你了 所以在同一個news cycle裡面回應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結構化的資料 以我的理解 NCC也在跟傳統的就是大眾媒體 去提醒他們說 當他們引用爆料公社 或者引用什麼PTT八卦版 或者引用這些網路上的訊息來源的時候 那他們也有一個責任去至少看一下 我們這個澄清的報告來 你還是可以報 我們並沒有侵犯新聞自由 但是你如果完全沒有看 然後也沒有去試圖做平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 那新聞工作你的價值 就是作為守門員的這個工作 顯然有失職之處 那當然你看了之後 選擇不相信政府 那個是你的自由 但是不能夠不來參考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都是我們在不侵害言論自由 就我們把言論自由當作是一個資產 那就是一個在大家有各種不同的想法的激盪當中 找到共同的價值 但是如果有人有系統的要破壞這種想法的激盪的 這個最基底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的抵抗力都變得比較高 那整個後來最後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大家 在就是這邊叫做媒體資訊素養 我們不只放在十二年國教的課綱裡面 我們也讓大家在一次一次這樣子的操作裡面 去學習到說 並不是所有掛了這個胡適的照片 講的都是名人講的話 並不是所有用這個國立別禁館的字體 貼出來的圖片都是真的 並不是所有用權威的聲音講的東西 都是要相信 因為台灣畢竟還是經過一段維權時代 在當時標準答案如果沒有背好的話 是有很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們現在就等於是一個讓大家慢慢去習慣說 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查證的一個批判思考的這樣一個能力 那就比較不會變成是看到一個藍人包 好像就反射的動作一定會轉傳出去 那當然絕大部分還是什麼跟什麼一起智慧怎麼樣 那這個真的要靠公民社會 因為我想我們十號所有同仁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來這個去把什麼什麼一起智慧怎麼樣去進行討論 那但是我想公民社會這樣累積出的能量 我們如果去用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的話 那就完了 因為這些公民社會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來自主的去用謠言跟澄清 他們謠言跟澄清 本身就會違反這個立法或修法這個標的 所以我們不做控管性立法或修法 事實上也是讓民間的能量能夠更容易長出來 那我們就是即時的用問打擊的方法 去一次的讓大家一Google 我們的這個問打擊就跑到前面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目前繁殖的一個方式 那有位朋友問說 這樣子的澄清的這個園區 效果是不是很好 這個東西很坦白的說才上限可能一個多月吧 那在此之前他們是在我的一政府 就是在國法會那邊上限 我們從國際上面就是 因為我們這些做事實澄清 事實查核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都在國際上面有去一些conference 那他們的回來的這個感覺是這樣子 第一個他們對於效果最好的就是 我們做問打擊跟我們不做控管性立法或修法 這個在國際上面尤其是歐盟 最近才通過一個directive 那這兩個是他們也是最重視的這個價值 所以這個至少對於台灣的國際形象 然後以無國際記者還願意在我們這邊設總部 是台灣是這個亞洲自由的燈塔 在這一部分我想還是有很正面的影響 因為確實我們鄰近的一些國家 確實就開始去推這種造謠要發錢 要怎麼樣有些就開始推了 當然推的時候大學就選輸了 因為這真的很不popular 但是就是說還是有一種民主或自由倒退的情況 但是大家就是說前面的這個公民媒體素養 跟第三方查證截止 目前是不是真的能夠很有效的讓新聞不再傳播呢 以我的觀察真的只有同一個new cycle 就是六小時之內出來澄清的 才會在PTT或在其他地方 有一個就是讓風向很快轉換回來這個效果 那目前24小時回應左右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造成的效果還是有限 就是說尤其當對方是有一個配圖的時候 那你透過這樣的陳情考來反制那個圖 其實是不太容易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目前有一些民間朋友 自己就開始用政府的陳情考去配一些 也是來人包長背圖 這樣子一些的東西 試著讓它更容易讓反制的訊息可以傳播 但是我自己的觀察就是這樣子的傳播能力 比起前一波的謠言 它大概只洗未來可能不到十分之一的這個量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加強的 包含怎麼樣做出更漂亮的圖文並茂的這個反制的這個來人包 這個其實我有跟這個就是國用運工那邊 他們也不斷地在brainstorm這件事情 這也許也是未來AI可以幫忙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一個要澄清的訊息跟本來的那個假訊息 你怎麼樣最有說服力的去阻擺 然後選配色選字體 讓大家知道說本來那個的可信度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繼續研發的地方 請問如何很快發現跟處理所謂的不實訊息 其實蠻簡單的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就是新聞處理這個團隊 平常就常常在同溫層之外混的話 這個就非常容易去找到 在網路上所謂的同溫層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不管是加在line的群組 或者是我們在facebook上加的朋友 Twitter上加的朋友 我們大概會加入的東西 都是我們跟他之前在實體世界已經有一定的交情 或者在網路世界我們共享一些關鍵 但是我們看到了之後 我們對他願意投注情感 願意投注注意力的這個 投注的程度是類似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同溫層 意思就是說 對於這一小群人來講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對這一小群人之外的人來講 這件事情一點都不重要 那這件事情意思就是說 當這件事情有一個controversy 就是有一個爭議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在這個同溫層裡面的人 大家會花的力氣都是在釐清事實的脈絡 在去釐清他的因果關係 那同溫層之外的人 看到同溫層之內的人的這些爭議 或這些吵的這些事情 他在意的只是說 在裡面哪個人跟我比較親 哪一個是我這個認同的網紅 哪一個是這個就是言論領袖 就是會有一個站隊的這個情況 選邊站的一個情況 就是對同溫層之外的人來講 同溫層之內他的論述 因為他本來平常沒有在跟 可能不是重點 重點可能是說 到底是誰講出這句話 才是重點 那這個是在網路上 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第二波第三波的謠言 他很多就是配一個人的臉 或者是配一個人的名字等等 那就是想要去pigback 去打散在那個人的知名度上面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突破同溫層 像我做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最近在關注什麼題目 我就會不斷的用那個關鍵字 去搜索臉書 去搜尋Google 那這個時候 我就不管他是誰po的 即使是他是 看起來就像是 所謂的網軍 就是有非常大的 特定的立場的朋友在po的 我不管他是誰po的 我也不管那個人名是誰 他只要那個具體的訊息 讓我覺得說 這是同溫層之外的人 對於我們在做事情有些誤解 我就會即時的去澄清 甚至即時的去做對話 那所以各大媒體都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當他們來讀訪我的時候 他們一拿出錄影筆 我就拿出錄影筆 他們拿出這個錄影機 我就拿出錄影機 那就是一個對稱的一個情況 那隨時他們報關於我的訊息 只要後面上說像 最近才有一個例子 那如果這邊剛好有這個 支持新頭科的朋友的話 這個我必須要說 新頭科是蠻不錯的一個 有社會使命的媒體 那但是就是我拿它當例子 只是因為它是一個最近的例子而已 那我們如果找新頭科 龐鳳然後非洲的話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例子 就是說各大媒體現在都養成了一個習慣 他們都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當他們報導 任何關於我的訊息 而裡面有揣測的成分的時候 他們在一個news cycle 就是六小時 長六分鐘 六分鐘之內 我就會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到他們的粉絲團 用個人身份說事情不是這樣 所以好比像說這邊他講 台北市市長是真戰況火熱朝天 唐鳳上週三跟媒體查詢是 才信誓旦旦的那個才 才信誓旦旦的表示 自己不會主動幫候選人造勢站台 未料上週六二十三日 那個卻竟然出現在 姚文治首場的造勢王會驚嘆號 那所以當然這個就是一個不實訊息 在造勢王會上面 我們姚委員 他是拿我在剛入閣沒有多久的時候 參加他的活動 然後他看到我然後就說了一句 很高興你今天是實體出現在這邊 那這三秒鐘拿到他的造勢王會去放 那所以他當然造成了一個效果 就是說如果你只看電視轉播的話 他好像有imply我有在造勢王會現場 但事實上完全沒有 而且我事情也不知道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我當然在PTT 已經有推文去澄清了 但是心頭殼的朋友 他看了電視之後 他就被誤導了 所以覺得說我才剛心事單位說 我不會出席 為什麼有人在造勢王會上面 花了三秒鐘說 我很高興你實體來這邊 所以我就一瞬間就馬上在FB 就跟他們說 我23號整個晚上到凌晨 我都在遠距參加布吉納法所的民主論壇 那這個我們外交部的朋友不在 那我只好拍個機器人過去 那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只看到FB的訊息 才知道說他們放了這個VCR 所以第一個我不知情 第二個也不是主動的造勢 那其實大部分的媒體 不管他們的立場或者怎麼樣在哪裡 你只要是這樣子就是即時的回應他們 他們都願意修改內文 都願意去做澄清 或者是再馬上再做一則新聞 因為對他們來講 點擊率跟他的公信力 是他在意的兩件事情 那他這樣子即時的幫你去澄清 或做一則平衡報導 他既可以賺點擊率 又可以賺公信力 何樂而不為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顏色 哪一個黨派的媒體 我這樣子引擎他們 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人 不願意來澄清或做後續報導的 甚至又會再做成一則新聞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第一步是讓大家有這個習慣 就是說真的是有在看 那第二步是說 我的具體的回應不是攻擊性的 我不是去否定這家媒體 或不是否定這個媒體的消息來源 我只是補充我所了解到的事實 那採取這樣子的態度 就比較不會去得罪他們 那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也比較願意來幫忙 因為你如果得罪他們 甚至用假新聞三個字 那對於這些新聞工作者來講 其實是很offensive 就是我花了這麼多力氣 然後我做了這樣子的新聞 只是因為我查證不夠廣泛 然後你就說我做假新聞 那我作為專業新聞工作者 我當然不高興 但我如果只是說 這裡面可能有爭議的成分 有不實的成分 我補充上我所知道的事實 那用這樣的態度去engage 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人 那所以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就也比較容易來協助處理 那這是我自己的做法吧 那各位不一定要這個 就是網路上贏到我這個程度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即時的澄清 我想是蠻有幫助的 另外朋友馬上說 網路留言有時候被刪掉 對這個 這個就是為什麼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像我們新春院剛剛的那個澄清專區 那個就是我們自己家的站 那又或者像是每個部會 現在有很多自己的粉絲團嘛 有自己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像總統府最近有在玩Instagram 有一些就是網路上是由自己所控制的空間 那在這些空間裡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是自己控制的空間 所以你不會自己把自己的文章刪掉 就盡量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這個 對於自己的貢獻力上還是很大的 尤其有人已經流眼的情況下 那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那也盡量不要只是因為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就把他又舉出具體事實的部分去刪掉 你寧可是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那幾個字來回應 而不是說把這整句話都把它刪掉 因為整句話刪掉 他如果留也100個字 90個字都會人身攻擊 然後但是有10個字其實很有道理 是對你的具體的這個貢獻或質疑 那你如果去把那90個字 連這10個字100個字都刪掉 那其實對於網路上的人 他是很offensive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人想要提供你 因為他發現完情緒之後 好不容易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但你竟然整個刪掉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會專門去把那10個字摘出來 然後很認真的去回應那10個字 那簡單來講就是讓大家都能夠看到說 機關的回應是專門只對有建設性的部分 沒有建設性的部分 我們的心情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那這樣一來二去 那你就會學到說 如果是需要注意力 需要這個就是很空虛想要人幫 這個來回他的這些人 他就會學到說 你只有用有建設性的方法來提出字眼 我們才會去進行回應 那這些事情其實 我們尤其是在把網路上的意見 納到政策流程的時候 這都是非常重要 像我們當時用服務設計的方法 去把大家說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那個案子 去規劃了四場工作坊 然後讓大家把網路上的具體的 罵我們的這個報酬軟體的這個意見 都變成建設性的意見 那這裡很重要就是說 你去把他 就是他 你不要管他的用詞 他的這個 講的話 自暴奪 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所以我們引述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處理工業習慣 都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就是他這個 好比像說 像這邊大家就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把它變成說 這個稍嫌冗長啊 或者是什麼 空間稍嫌不足啊 或者什麼之類 這個 這個 已有什麼什麼空白 什麼什麼之類啊 那或是像網友會說 華麗到讓人迷惘啊 對不對 那就是說 但是我們這邊可能就會改成說 什麼 什麼 已有更多什麼具體數據啊 什麼之類的嘛 就是說大家都很習慣 這應該都是反射動作 但是 對於網友來講 這個就是沒有Authenticity 就是說 他好不容易想出自暴奪 三個字來 來形容他的感受 那但是你換成一個 你以為是同一字 可是呢 對他來講不是啊 因為他沒有反應到他的感受 所以 我們寧可 他寫自暴奪 你就是貼自暴奪 他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你回應的時候就說 萬一這位網友說 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現在怎麼怎麼樣處理 那這樣子才是 就是尊重他的一個方法 而且有時候他講的是對的啊 我們如果脫開公務員的身份 我們是個人的話 像我們說 報稅如何讓人 不要心情變不好啊 這個讓人心情越來越好啊 就有人留言說 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啊 那這個就是真的嗎 我們自己要報稅心情也不會好 所以就是說 你越把大家的實際的意見裡面 摘出有建設性的部分 用他本來的詞句 來處理來回應 那甚至來邀請大家一起討論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越不容易覺得說 那你就是打官槍 或是就跟我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盡量有自己的空間 就不會被別人刪掉 二方面盡量 如果裡面有建設性的成分的話 不是只是貼毛密圖片的話 那不要刪掉他的 那些有建設性成分的部分 你就可以留言了 然後馬上就說 所以是要有專人 來隨時注意網路訊息嗎 但是這個專人 不一定要是編織裡面的 就是有一些部會 我的理解就是 他們的新媒體溝通 他就是把所有的 網路上面的溝通 包含Line Ads 或者包含Facebook 或包含什麼東西 都放在這些組裡面 那這些組裡面 他有時候就會寫給一些社群 就是關心這些事情的社群 就訂閱它就好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參加一些 就是實際在做事實查核的 就是訂閱這樣子的一些社群 那第一時間謠言來的時候 可能是這些社群朋友 主動的來告訴你 而不是你好像每一則留言都要看 那但是有一些關鍵字的Monitor 當然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你的業務 現在你就是知道 你推這個就是有可能會爆炸 那這樣子的話 透過一些網路工具 它可以很簡單 就是Google關鍵字的訂閱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部會 目前也有在用很多 像一欄啊 或什麼其他公司的 這種關鍵字訂閱的工具 那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說 這些工具 它是告訴我說有什麼要討論 就像slido是來設計出什麼要討論 但是實際回應的方法或內容 盡量還是不要受到 所謂的情緒分析所影響 因為情緒分析真的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好 那有四位朋友們想要討論 對於政府的原額的總量管制的看法 以及新興的業務誰來做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以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我們為什麼花那麼多的力氣 要推這個社會創新 這個我們昨天才開了一個聯繫會議 把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把它盡可能的就是 它現在已經包到院裡了 應該很快這個 院處就會讓它通過 那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興業務 這個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在座可能有人有聽過 這個就是聯合國他們第一次 不是透過國跟國的代表協商出 像前十年發展目標那樣 而是他們在全世界跟公民團體 跟所有碰到 比如說氣候變遷馬上就要延到 他們有地方住的這些朋友們 爭取了上百萬為實際的人民 然後去把大家想要看到的世界的改變 好像放天燈一樣 然後確保這些天燈之間彼此不會對撞 不會燒起來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力氣去 找出了17項事情 這17項事情 大概一百多個目標 他們在做的過程裡面 會彼此加強 而不會互相燒起來 那這件事情在2015年通過說 我們到2030年 就是要同時把這十幾件事情做好 那這個就叫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個可以說是 所有研考的這個派上研考 因為是所有國家都要自己寫 這個國家的永續的資源揭露報告 甚至有些城市像紐約都開始自己寫 我們這個城市 在這些永續發展上面做了什麼 那這些所有這些新的東西 我們就是跟任何其他聯合國的概念一樣 它都是需要國內自己來把它變成國內的政策 你自己的資料交換上了這些東西 這一聽就不是政府提出來的意見了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多了非常非常多的關考目標 那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從各國的經驗看起來 就是說這些當然各國都覺得很重要 因為各國很重要的人都會出來說這很重要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對於公務體系人員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這些東西它很多是以民間的角度提出來的東西 它跟本來我們的市政方針就很不容易扣合 所以有應該聯合國他們統計的這個相關的單位做個計算 就是如果是哪個國已經實施投入國內跟投入國際援助 ODA的這樣子一些資金來計算的話 到2030年這些永續發展目標的完成程度很可能不到八分之一 意思就是說大概絕大部分沒有辦法完成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要完成 你必須要動員私部門跟第三部門的力量 事實上絕大部分就是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就是要自己地球自己救 就是要自己來做 那自己來做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要現在就要宣傳這樣子一種新興宗教 就是叫做社會創新 就是為了要解決這些永續發展目標所提出來的挑戰 我們絕大部分的時候是要動員這些非營利組織 這些傳統營利企業 他們只要在做的事情裡面看起來有扣合這些目標 政府竟然打到他們的路的話 我們就要盡可能快速的讓開這個路 不管是透過法規條式 透過創新預程等等的方法 或透過像我們有很多的經費 現在放在像大學的社會責任 USR 就是價值培育 讓大家對於就是自己 從小就要能夠投入永續發展目標 跟進入一些國際的資源等等 但簡單來講就是把在民間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 在這樣子的能量想辦法讓它大紅大紫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確保說全台灣甚至整個亞洲整個區域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民間跑出了一些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在這些就是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特別去highlight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它不需要政府就做到了什麼地方 然後哪些地方運用政府的資源 它就因此而做得更好 那我們目前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再講四分鐘就進入下半場 就是說所謂把大家的力量透過創新結合起來 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這個例子因為已經是老例子可能很多人有聽過 就是在台灣大家都很關心空氣品質的這個議題 尤其越靠近選舉大家就越關心這個議題 那關於每個地方它的空汙像PM2.5 它到底是固定污染源還是移動污染源還是境外污染源 所造成的這個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講法 那大家當然很依賴環保署的策戰 環保署在未來幾年也會補到據說上萬點的策戰 那但是對於民間的朋友來講 這個策戰如果佈在太高的地方 或佈在離我家太遠的地方 這個策戰的參考意義對它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因為每個地方有不同的主觀的感受 所以呢在民間就有一些朋友叫做據領域 我想講很見玩 因為我現在也還是在參與據領域 據領域的概念就是說 每一個覺得政府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我們不是GOV點台灣嗎 那每一個覺得政府做得不夠好 可以更好的地方 他們不是就是發文章罵政府也不是怎麼樣 而是自己註冊一個一樣的網站 但是把O換成0 就是一個0的轉移 然後試著來做出一個 讓政府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做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叫做代用者 代用咖啡 就是這樣才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試著讓政府可以看到說 用民間的力量 也可以釋出一個新的這樣一個做法來 那又因為據領域的這些原始嘛 都是公開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下一次採購 下一次招標的時候 我們可以要求廠商說 你應該要不花錢 就把這些民間的 拋棄掉著作權的東西 變成下一次的就是預算的內容 像據領域最早最早的一個案子 就是中央政府的這個總預算的 視覺化的案子 那我們經過了六年的時間 我們就是把這樣子的案子 直接變成中原平台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就是從民間先做 然後政府再把它合併進來一個例子 所以據領域的零食空物觀測網 就是用一些很便宜的PM2.5的感測器 每個人在自己的家裡在陽台 有一些市政府 是把它當作環境教育的一環 變成學校環境教育的素材 那用很便宜的精確度 也不怎麼樣的感測器 去看目前世界的空氣品質狀況 但雖然精確度比其環保暑的不怎麼樣 但是當它全部都累積起來 然後從院院的一些老師 被列了這樣子的一個LAST 分析的一個網絡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說 不同的趨勢 不同的天候狀況發生的時候 它的這個在小尺度的空間 會有怎麼樣子的影響 因為有兩三千個測站 在這邊同時的運作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在國際上 在彈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的一個非常台灣unique的地方 因為在亞洲 不要說到兩千個觀測站 即使是亞洲很多號稱民主國家 他們大概到兩百人的時候 二十人的時候 就會被約談 就會被插水表 然後這個做的東西都做不下去 那尤其在北京方面 他們其實這個問題比我們嚴重很多 那有很多公益社群想要試著做這樣的東西 那很多被插水表 然後最後就五疊二宗 他們只能把這個數據運到台灣發表 那總之呢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五國階級職業也好 這些citon science也好 他們都可以了解到說 雖然這個真的威脅到環保數的公信力 但它可以相信中央政府在碰到這種民間自行架設 然後公務體系架設 那因為民間我有參與 所以我一定比較相信 即使它的數字能那麼精確 那威脅到政府公信力的深厚 它相信我們政府可以採取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態度 而不是一個把它這個查禁掉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怎麼樣表現 我們打不過就加入呢 我們就是在前瞻基礎建設的數位建設裡面 花了好像四年四十九億嘛 弄了一個叫做民生公共五連網 我們就是把民間所有的這種自行搜集的資料 也不是只是空氣品質 包含水的品質 包含災紡地震相關的資料 所有這些資料都匯集到我們國王中心 那國王中心等於就是一個共用的資料平台 所以以後呢就不會有 某些老師有這個預測 另外一些老師有這個預測 那我們知道這個預測比較準 可是我們不知道是因為它的模型比較好 還是因為它的資料比較多的這種不科學的方法 可以用比較科學的方法 就是所有的資料都先收起來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模型上傳到國王 然後用AI 用一些統計分析的方法加以驗證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我們在這樣子就是民間自發組織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靠國對國的這個會友幫的這個大使的幫忙 我們也可以在全世界有類似攻擊問題的國家 他們的自己的公民組織 他們自己的團體 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就是進行創新 在台灣出現的創新 但是在其他地方去replicate 所以我們每次在推社會創新的方案的時候 簡單來講就是說政府去做一些 就是我們可能一年才能改一次方向 但是我們可以請工業院去做國產的 精確度更高的便利利用感測器 我們可以讓這些社會創新發生的時候 讓它更容易規模化 去減低它的參與的成本 跟它的硬體的建制的成本 然後去提供它一些公信力 比如我剛剛講的那個資料的平台 但是我們不會搶過來說 那大家都不要做的 然後就政府來做就好 因為我們搶越多 那這樣子這個原額總量管制的情況下 大家就越晚下班 反過來講 我們如果能夠說這些事情就是民間來做 那我們就是調動民間的力量 然後我們只是提供就是一個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上 凝聚大家共同的價值跟事實的話 那其實原額還是一樣的 但是這些新興業務 就可以更大部分的讓社會創新的朋友來做 那因為有大概講到說三點嘛 所以大概還有八分鐘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比較快速的 對於台灣公務部門使用大數據的觀察 有沒有什麼期待改進的部分 其實蠻簡單的一個 也是民間社群講了很久的 就是我們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它是歐盟的提醒 事實上是歐盟的上次版翻譯過來的 但是我們的解釋常常是美國的提醒 好像說去世別話 這個字就是美國翻譯過來的字 那所以就會造成說 每一個部會在運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時候 有一種經脈不是很痛的這種感覺 就是說因為按照各自法 大家每一個部會都是自己的主管業務的 各自主管機關 法務部只是做條文的解釋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當你要跨部會的運用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總統北黑客送 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都是地方政府 甚至它是不同的局處之間 想要互相調用資料 但是因為他們的老闆 應該是說他們的局處長 各自都會往各自的部會去問 因為地方局處對你到中央部會 那這個部會就會說 這個人處理方法是這樣 按照他們的各自處理標準 那個部會說這個處理的原則是這樣 然後兩個是大家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對於地方的局處來講 他們就感到無所適從 那這個是很 就是很具體的一個情況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總統北黑客送 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 都是在這種跨局處的 或者是跨縣市的 或者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 那他們需要在各自 到底什麼叫做告知同意 到底什麼叫統計 等等的這個見解上面不一致的情況下 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把它調合成一致 但是這樣子我們一年能夠 不夠輔導的案子 也不過二十案 總統北黑客送我們支付到了二十萬 二十案 這個是沒有辦法 就是scale 它是不規模化的 而且這個也是開外掛 就是憑什麼 就是我們把這個 好比方法治管 國判會治管處 把這個科技匯報的 就是蔡直密 然後把這個 李德財老師 然後把這些人 鋸到同一個房間裡 大家有共識 就變成共識 這個法無名文 所以其實也是一種 就是滿開外掛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想這個沒有辦法一直這樣做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其實還是要建立一個 各自的主管機關 所以 以我的理解 應該7月10號 但是 這個可能還是會修改 就是 如果最後不是7月10號的話 這個 我也不算是在這個故事訊息 就是 有可能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各自主管機關的接牌的儀式 就是我們國發會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 我們的DPA 那國發會各自辦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組織 就是 它同時具有對外的 就是我們跟歐盟去談GDPR的氏族性 還有去跟APEC體系去談GDPR 就是跨境的各自的氏族性 那它同時是有這樣子對外 就是在技術上面去進行氏族性認定的這樣一個功能 但是它對內 它現在也會開始有 就是 在各個部會的不同的解釋 之前有一個評議機制 就是你送到它那邊 然後它就會在那邊 公開的讓學者能夠去進行徵詢等等 但是這個評議機制因為就是要公開徵詢 而且法務部按照各自法還是有解釋權 所以以我的理解 各部會都不會往那個國發會去送 因為你送了 就是除了多一個人來看之外 好像也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那但是這件事情就即將要改變 因為我們下座會期應該就會來動各自法了 那因為法務部已經明確地表示說 他們覺得他們來解釋各部會作為主管機關 他們又沒有各個部會的domain knowledge 而且他們很喜歡強調說 只有三個半人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也忙不過來 事實上這三個半人還不是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對那所以在原而有管制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希望說能夠去移到就是 各自法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終於要動了 那我們是所有有成文法的歐盟體系的各自法的國家 目前唯一沒有DPA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說 在數據的使用上面 我們之前為什麼開放資料 能夠連續兩年衝到全球第一 很大的一部分按照承辦人員跟我講的是說 除了透過開放資料在讀取之外 他們內部沒有辦法調用資料 所以就是說就是內部就好像外交談判一樣 那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還不如說我說服你把統計資料開放 把什麼東西開放 然後我再透過開放資料平台來下載 所以那個英國的那個被我們超車 他們一直搞不清楚說為什麼這麼快就被我們超車 從11米變成第一名 那他們來的時候就被他們說 因為我們沒有DPA 所以我們部位之間的資料交換都要透過開放資料平台 然後他們就恍然大悟說 只有台灣是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會變成全球第一 也就不意外了 他們終於解決了心中的一個謎團 但是畢竟就是說這個還是會造成一個困難 就是說開放資料這個定義就會模糊化 就好像大數據這三個字 本來它是有很明確定義的 但現在其實一台電腦放下的東西都被人叫做大數據了 就是它慢慢的這個字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它事實上就變成只是資料的意思而已 那但是就是不知道可能講大數據比較順口吧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不管是大數據也好 或者是小數據也好 重點都是說我們開放資料裡面本來就不應該要有個字 那之前透過各種各樣強行解釋的方法 把一些就是透過去式別化處理的東西 也講說是開放資料 那確實也造成民間在認定上的一些混淆啦 理論上它是只有經過恰當的統計程序之後 才能夠變開放資料 所以跟開放資料無關的 跨部門的資料的這個運用 那目前我們在V台灣上面 就是這也是一個就是多方的利益關係園 都可以來表達一個意見的平台 我們正在徵詢整個社會的這個意見 那我們會辦三場的交點座談 那這三場交點座談 有兩場就是在業者的部分 跟民間社群的部分 在接下來在V台灣上面都會有主字稿 跟應該是會有直播 那但是在公務員的部分呢 就只會有主字稿 而不會有直播 而且我們允許大家用匿名的方法表達意見 因為我們大部分訪查的公務員都說 如果要直播的話 他們就不要表達意見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修改一下我們的紀錄原則 對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在接下來這種 跨部門運用 cross sector 就是公務員 私部門第三部門 之間的這種 跨部門資料運用 我們會透過這樣子一個研究案 來累積出一套 跟開放資料 可能不再有那麼大的關係 的這樣子一種資料運用的方法 那希望在各自法修法 然後有一個明確的各自主管機關 各自辦也有比較好的技術 跟法規的人力進駐 然後也讓公民社會有比較大的參與權之後 我們大家在這個部門之間的資料交換 就不用一直只是限制在透過 好像是這個開放資料平台 然後又轉接過去的這樣一個方法 雖然這個對於我們在國際上能監督 也非常有幫助 但是我們也不是只憑外交嘛 所以我們自己的跨部門中間的資料 還是未來要透過這樣一個DPA 就是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的方式 來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來執行各自法 來讓大家有隨時去調閱 去更新 去了解自己的各自怎麼運用 這件事情並不是讓資料分析變得困難 相反的 如果我們能夠讓取得統一的這件事情 變得相對簡單 即是跟新修改變得相對簡單 那這樣資料品質就比較好 因為我如果正在被搜集資料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拿去做這個利用的時候 我提供資料的方式 我提供資料品質 很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就是跟你這個額外要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那這種目的外的利用 它脫離得越遠 它的資料可用性距越差 那尤其是像你如果放到一些AI的 所謂的深度學習的演算法裡面 那它就會把這個有差距的這個我們叫做BIOS 就是偏見的部分 透過腦補的方法 這次是電腦的腦補的方法 不斷地放大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很多很困難的情況 像最早的那一批ImageNet的 用來訓練電腦視覺的那些 它其實不是為了那個目的而蒐集 它是為了劍門綱目科數種的 就是有點像是分類法的這個舉例來蒐集的 所以像某家大公司我就不講名字了 透過第一代的深度學習 讓相片裡面自動透過ImageNet 來下標籤的時候 就變成凡是黑人朋友上載上去的標籤 很多都被標成大猩猩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對黑人朋友來講 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不是ImageNet的錯 因為它裡面各種品種的大猩猩都有 它當時只是想要做一個像百科全書這樣的東西 但是到最後就可以拿去做目的外的利用 所以我想就是說 資料的蒐集、處理、使用 蒐集是為了做某種處理 處理是為了做某種使用 這一連串如果在蒐集的時候 讓大家都能夠看得更清楚 那各自專業辦公室 能夠建立出一些方法的話 那這樣的資料可用性就比較高 也比較不容易出現 就是莫名其妙人就變成大猩猩的事情 好那我們就準時三點這個中場 只有15分鐘 15分鐘之後在我們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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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é泊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好 給大家 都幫他拿 那在接下來的大概一小時十五分鐘 我們就還是一樣就是回應一下 那剛才在那個Hallway Track 通常Hallway Track都是最豐富的 那有一位朋友 因為我沒有在尋常的同意我就是匿名 有一位朋友問說我們在輿情溝通 尤其是Joint平台 如果有五千人來提案的話 那在部門部現在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常常都會要求我們跟民眾的討論 那甚至有一些後續的會議 那都需要製作所謂的竹字稿 那竹字稿這三個字 這個變成台灣爭執的一部分 我想我要負荷大家的責任 因為我在入閣的時候 我當時跟林全老師有這個約法三章 就是我加入那個我有三個工作條件 那這三個工作條件就分別是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徹底的透明 就是所有包含我主持的內部的會議 都會盡量用主自搞的形式 在十個工作天之後公佈在網路上 那更不要提媒體或者是任何來Lobby的人 我當然都會用隱蔭或者是註冊的方式公佈 這是所謂的激進式的透明 這是我第一個工作條件 那第二個工作條件當時也是造成一些震撼的 就是我不要進行政院 就是我要用進行院去工作或者說電傳勞動 那當然後來這個我是稍微有妥協一點 就是我禮拜一還是有開政務會 禮拜四還是開院會 我那個院會我沒有拿一台iPad去開 那個可能有點太激進了一點 但是除了禮拜一跟禮拜四之外 我基本上是以不禁行政院為原則 然後尤其是禮拜二常常就環遊台灣 在台灣每個不同的邊鄉或一些不同的部落 去看他們的社會創新 那禮拜二嘛 那禮拜三我十點到十點都還工作 禮拜五常用來開協助會議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那我的同事也是這樣 我的見習生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35位見習生其實是散落在全台 我們目前還有一個見習生在紐約 他兩個月的見習時間從來都沒有回過台灣 讓我們的新生人是處理有點頭痛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那所以是第二個就遠去工作 那第三個就是我是院者上勾 就是我是不暇命令的 因為我不讀到任何部會 所以不是任何人的長官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 因為我在入閣前 就已經在這個地方 勸過可能上千位的公務同仁 所以大家都還是叫我老師呢 或者是直接叫我唐鳳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不覺得我是長官 所以我跟任何人合作都是他自願的 來合作 那如果就是覺得這套不好用 我也絕對不會強迫任何人去用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比較是一個示範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反過來我也不接受命令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這三個都比較是 以前政務官不會把它當作工作條件 把它去跟新生院長談談 然後就是說如果不答應的話 我就不見得來這樣 那但是後來是很感謝就是 林院長跟現在來院長 他們都對開放政府非常的感興趣 所以也同樣也加入 那這個就造成了一個狀況 就是說大家看到這麼多這個 非常詳細的竹子稿 然後比方說最新才 昨天晚上才上線的這一篇主資料 那就是這個很詳細的來解釋了 這個開放政府的精神啊 還有voting的程序啊 然後還有這個 有人要這個 這個切磋啊 互相學習啊 然後我就說謝謝啊 這個也是 都有上新聞嗎 那就是說 有時候這樣子的完整的呈現呢 剛剛在後會傳給我朋友說 如果部會裡面 大部分專家會議就要先做談 是不是都用這樣子的方式做的話 其實它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 那這個成本主要 倒不是說你請外面的聽打員 打資格的錢的成本 那個也許還可以用一些方式去指引 主要是時間成本 因為你要每個參加會議的人 在參加會議之後 又回來去主子做確認 這個時間成本是非常非常常加大的 那所以我剛剛講了一些 基本的重點 重點是說 我當初引進這套技術的時候 它主要的解決的問題是 它是用來取代錄音的錄音 因為當時是在12年國教課發會 它的公信率降到最低 然後很多課發會的議員都 不想要在課發會再玩下去了 因為當時就是 當時是林萬華 剛就是廣神的 那個黑相抗議的那一段時間 各位可能還記得 所以課發會 跟我們課發會議員長 當時的公信率很可能是負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課發會 雖然是在做很重要的時間 國教課剛 跟那個微調也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是同一會主持人 在同一個場地 所以全民都不相信我們這樣 所以我當時進課發會 所以我當然的具體的訴求 就是透過竹子稿去把我們的會議紀錄 全部不是透過摘要 因為當時微調課剛 大家罵得最兇的就是 最後只有主席才是 那中間到底怎麼達到這個才是的 以及來參加的人 甚至就可以摸頭或背書了 都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提出竹子稿這個方案 因為民間要求的是什麼 就是全程錄音錄音 可是我們在課章討論的時候 有非常多這種脈絡內的 或甚至是做教育的人 才懂得一些笑話 那這些東西你如果錄音錄音 出去然後就減三兩三秒的話 現在對大家形象都是非常差 那但是如果又是你硬要全程直播 那這樣就會很講 就是變成是說 那大家都只會照著搞念 自己的團體的這個代表的概念 那我們又很難執行實際的課程開發 所以我當時才提出說 那不如我們用主子稿 就是大家還是有一段修正的期間 大家也可以說某一段不紀錄 但是我們就是以紀錄為原則 不紀錄為例外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試著達到錄音錄音直播的公信力 但是又不需要付出那麼多的 表情控制的成本 所以主子稿當年脈絡是這樣來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主子稿它並不是萬靈單 然後也不是什麼都一定要用 它的目的只是說 當大家在互信的時候 比如說你跟聯署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你第一次開專家會 你就是知道這個專家出去 就會自己發新聞報的時候 等等這些時候 你留這樣子一份東西 然後讓它進行確認 那一方面是讓 光顧著講的朋友 他可以有一段時間 也看一下別人的講法 因為很多時候在這樣的會議 他卻等到輪到他那三分鐘 他就批哩啪講完 然後前面後面他又不停 甚至有一些講話就走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盡可能通過主子稿的確認 讓他有這個機會 再次看一下別人其實也是有限 那有到一個論點 那第二方面就是 他不會被斷章取義 尤其如果這裡面 就是你覺得很重要的幾個論點 你先做那幾段的主子稿 然後馬上給中央社的朋友 中央社就發第一稿 那第一稿它就是一個定調的概念 那之後其他參加的朋友 他當然還可以再做補充 但是至少大家的那個詮釋 其實就會以裝上式的東西做詮釋 不然的話常常我們開完一個會之後 大家三個參加的民間朋友 分別接受訪問 三家媒體訪問 感覺他就是開了三個完全不同的會 那這個時候 我們因為這個要顧慮到 這個能平行什麼東西 我們就只能去講一些 大家看起來有共識的東西 可是它新聞價值就會變得非常弱 然後感覺就是我們在調整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是這個第一稿 它的即時性比這個主子稿的完成性 都來得重要 那如果大家有一定的互信 大家都覺得說 那我做一個會議總證就好 我不一定需要做到主子稿的話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去做主子稿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主子稿它是在雙方參加的時候 互信不一定那麼足的時候 但是你又不能夠用直播 或者錄音錄影 大家在這個情況下有戒心 不敢進行真相的時候 它是作為一個backup來使用 它當然是這兩個中間的一個權衡 但並不是什麼都要花那麼多時間來做 那當然我們目前正在很積極地 去跟做育音人工智慧的一些朋友 跟我們AI Lab跟Mozilla跟微軟 跟各種在做人工智慧的合作 那至少一開始聽打的這一部分 未來可以越來越多交給機器去做 那這一部分大家可能還是要投資 比較好的麥克風 如果麥克風收音不好的話 這個機器就會亂打 但是在這個至少這是一次性 這是資本人 那再來就不用你花那麼多 我經常人的經費去打這個竹子稿 但是同樣那個事後編輯的時間成本還是要花 所以我想就是要花在刀口上 並不是好像就是 就是什麼都要用竹子稿 我想我們有這樣子的意思 好 那有位朋友這個 五位朋友想要了解 政府推動文化卡的可行性 以及各種策略為何 我之前在Office Hour的時候 就有一位好像是兩庭院的朋友 他們就已經在試行一個類似 這個表演藝術點數 然後還有這個劇場點數 什麼讀書點數 什麼東西的這樣子 一套基點的這樣的方法 感覺上就是文化卡的一個試行階段 對不對 我一下忘記那張卡的名字了 如果朋友要補充的話 可以補充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每次這種incentive program 它最大的一個困難 都是說它的參與度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上面 我們要讓大家有一個行為改變 如果大家有看過Nudge 就是輕推的這種東西的話 它必須要有三個缺一不可的這個成分 就是ACE A是它是actionable 就是它必須要能夠 立刻最好五分鐘之內 就能夠做出一個小微模的一個行動 它這個行動它有立即的這個 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有立即的回報 有立即的感覺 就是啊 我花了五分鐘做這件事情 我有在拯救國家 我有在促進文化 我有在什麼東西 它能夠很快的讓它有一種 心理上的一種boost 因為你現在是在跟 好比想說 Facebook的小遊戲強注意力 那些小遊戲都是五分鐘之內 甚至這個寶可夢的話 可能三分鐘之內 你就會馬上有一個很很高興的感覺 所以你要大家來做這件事情 它也必須要在三五分鐘之內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在做事情的感覺 那第二個是說 它必須要有connection 因為它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必須要能夠提升做這件事情 在它的同儕當中的社會地位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是能夠去觸發別人說 做這件事情很苦 那我也來做 那最好的意思就是 所謂的冰痛挑戰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年的 就是為了促進大家 對於劍動人的認知 有過一個叫做冰痛挑戰的活動 那非常簡單 就是說 你只要到你家的冰箱 拿一大堆冰塊 放在桶子裡面 然後從自己的頭上淋下去 然後自拍這一段短片 你就可以體會劍動人的心情 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你就可以讓大家覺得 你有在體會劍動人的心情 然後呢 當你破了這段短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標記你的三位 還是幾位朋友 然後呢這些朋友 只要被標記到 他都必須要把冰水 淋到自己的頭上 他如果碰巧這個身體不太好 不能淋到頭上的話 他就要捐錢給劍動人的基金會 所以他的募款 非常非常成功 這是史上最成功的 往共募款的campaign之一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第一個他很 actionable 你不管捐錢也好 或者 tag別人也好 或者是你就去找東西拿去也好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行動 那第二個他是非常connected 就是你每一次做的 你就讓你的社交網路上的人 或line群組的人 又多了一些人 知道劍動人這件事情 那最後呢 它是extensible 就是它是可以延伸的 所以延伸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被去拿去混搭 去做別的事情 那所以之後就出現很多 別的什麼大挑戰 那第二個是說 這件事情本身 它也沒有一個single owner 就是說你在po的時候 你不需要問說 國際建動人協會 到底同不同意這支影片 所以基本上大家只要在用 冰桶條的這個hashtag 就是這個頻道 那任何人只要用這個關鍵字 他就自動加入這樣子一個movement 那隨著你看到 越來越多人進入這個movement的時候 你就會對這個東西開始 每一個地區會有不同的adaptation 就有不同的延伸 所以當它 actionable connected 又 extensible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有一套自己的生命 那最近在國際上面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me too 的這個movement 大家看到me too的時候 都會自己很願意 把自己的具體的經驗啊等等 這些東西po上來 那你說這個movement 是誰來掌控的 沒有人來掌控 它就是大家都是沒有人 沒有人是萬能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所以像巨靈裡剛剛那個meme 就是這個心靈的流感 就是你會忍不出去 要傳染出去的這種東西 那這種像巨靈裡這種meme也是一樣 我們不管到哪裡 到美國就出現巨靈裡的 美國美東或紐約分部 巨靈b.network 到意大利 意大利人就註冊巨靈b.it 到紐西蘭就註冊巨靈b.nz 就是說這個東西同樣 它也不是什麼委員會統一 但是任何人覺得 欸 蔡政府的地中間不錯 那它在它的那個文化裡面 就會出現巨靈裡的 這樣子一個movement 所以回來這個文化部這邊 就是我覺得文化卡 它當然它是一個 全國文化會議 等於是已經凝聚了大家的 共同的天等 共同的想像的這個情況下 大家覺得說這件事情 至少跟別的想像不衝突 那所以這個有點像永續發財目標 就是你徵詢了足夠多的人 那這個至少大家都覺得可行 可是執行的方式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確保說大家都能夠帶著它 往不同的方向跑 而不是好像只有 某一些特定的委員會 或某一些特定的部門 它合可的五個或者六個vendor 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就會變成像國際卡特約廠商 一樣的一個情況 雖然也是對住勤觀光有幫助 那但是它就比較不會是一個 一個全民的運動 那但是如果反過來講 是任何人都可以加盟 你採取負面表列 就是除了賣珠寶的 跟霸達行業 跟這個還有什麼 民生這個utility之外 大家都可以成為 玻璃卡特約廠商 那這樣子就比較有可能是 國民旅遊這件事情 是由大家來一起定義的 所以我對於最近的 就是那八千塊的更改 我是覺得樂觀其成員 它比較有可能變成一種 這個比較正向的一種東西 甚至我們如果 就開始幫愛沙尼亞的人 也發國旅行 說不定還可以促進這個 國際觀光 我的意思是 當你越connected 越extensible 它就越比較能夠成為 是一個大家都覺得 我有一份我有入固 這樣東西 那你越想要掌控它 反而大家就越對這個 沒有興趣 那其實 最近的一些大的社會創新 像比特幣啊什麼 都是你的創作者 拋出來之後 它就消失了 然後就是大家 各自往各自的地方去帶 那政府或者是 一開始創始人的角色 其實就是確保一個 公開的一個遊戲規則 跟一個很catchy的 大家會記住的 像metoo 像冰桶挑戰 像據靈利 這樣子一個命 就是這樣子 幾個字這樣子 所以我會推薦 就是文化卡 治理文化卡的朋友 不要覺得說 現在市的各種實驗 一定要成功 因為我們在公共們 只要一定要成功 那就是保證剛好成功到 KPI寫得那麼多 那它就很難去讓民間有延伸 或者是有所發展 所以不如是把它當作一種實驗 那這種實驗 就像艾提神說的 這個我並不是失敗了一千次 而是我成功釋出了一千種 不會動的方法 這樣呢 所以就是一直保持這樣子的精神 然後一直讓大家都能夠 用文化卡這概念來進行實驗 當你發現某一個 真的還蠻不錯的時候 你就收割它 不是 你就加入它 你就去讓它變成是新的 這種網絡傳播的方法 其實為什麼民生公共物聯網 這個概念 我們能夠那麼快地取得贊同 它是在 就是千山技術建設 數位建設 在千山就是 民間有很多不同的聲浪裡面的時候 幾乎是 少數的幾個 跨部會都認同的一個專案 那也是民間都認同的專案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拿著民間做的社會創新 然後說我們現在只是 讓它變得更強更好用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最近這個 Open Data 方形電會上 有一個比喻就是說 它就是讓我們是國牛 讓青蛙在國牛上 就可以跳更高 但是我們是保證 這個它的穩定 而不是保證它的創新 那創新很多時候 還是就是我們開創這樣子 有Meme的空間 然後讓這個Meme能夠自己演化出來 然後我們就 找一些比較成功的 然後讓它能夠去規模化 所以這是我具體的一個想法了 那至於說它到底是要用認同卡 還是要用祭典 還是要用刺青 還是要用什麼 髮型 還是要用什麼 別的東西去傳遞 像永續發展目標這種 這個新興宗教 他們真的就是 見到人就發雄針 我這次去紐約就是聯合國的 就莫名其妙就發一個雄針過來 然後大家看到就會問說 這個雄針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 這實際上永續發展目標 他們就透過各種 莫名其妙的紀念品的這種方式 然後盡可能讓這種普世宗教 能夠去傳播 那當然這個新興宗教 因為才三年嘛 這個新的人還沒有很多 那像我手上的這個蘋果 會自動 在它的這個手錶上面 不但是pride 這個有彩虹 它連表面都做成有彩虹 那像這種東西 這個彩虹的符號 它已經超過任何團體的這個掌控 它就是任何覺得自己很潮的公司 它要自己做一塊彩虹手錶 或彩虹什麼東西 所以在當它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那就不需要你來推廣這個文化了 這個文化它就會自己推廣自己 所以我想就找到大家共同的價值 用很catchy的方法 把這個價值表現出來 那所以那就看這個相片接不接受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用相片已經很紅的梗 比如說我們不要叫文化卡 而叫做台灣價值的儲值卡 這樣子聽起來就很紅 這樣你可以存滿台灣價值這樣 說不定也會紅啊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是定期的去收割一些這種 下面已經很好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變成這個 有可能的方案 以上請千萬不要當作真偽才是 不然我不知道 要怎麼跟立軍交代 但是就是我想就是 多創 多看到民間已經有一些創造 然後是還未魔化 這個應該是不會有錯的 有四位朋友說 這個公共政策和輿情回憶 如果無法用快速簡單的話 來對外釐清或者說明的時候 要如何面對這種無奈感 我們學這個認知心理治療 朋友可能知道說 當你有這個很強烈的挫折 或無奈感的時候 最快的解決方法其實是你的邊緣系統 其實不是語言總數 所以畫畫或者是唱歌 或者是做什麼東西 就是總之做進行藝術創作 那些最有效的消除 真的無奈感的這種方法 這是真的 就是 你有沒有 無奈感這個 用快速繪圖啊 或者你有畫油畫 寫書法也可以啊 你寫一副狂草 或什麼樣 這個無奈感 就可以有所排遣 而且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面 所謂發文不副圖 此風不可長 就是說你一定要 副某種圖片 這個東西才能夠去傳播 所以我們去看一些蠻經典的一些部會的 一些部會的 或者是我們這邊的一些campaign 那像 比如說點亮台灣好了 大家今天要點亮台灣 一想到的一定是那個顏色 或者是那個拳圈的形狀 絕對不是那個 5加2產業創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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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但是能夠完成一次就背起來的朋友 大概應該是在國發會工作 但是 但是他當時就是用這個 很簡單的視覺的這個圖示 來表現成業創新的這個意義 那所以這個東西 他就是很visual 就是很圖像化 而且也有動態 然後很catchy 那這當然也好比像說 我們在年輕改革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會記得 我們這個陳前仁副總統 他的手繪稿 那那個手繪稿 就是 大家 就是我印象的手繪稿 大家可能就開始想起來 他的那個 迫在臉書上的那個 那他具體的那個算式 大概還是沒有人記得 至少就是說 副總統還是用手 親手去畫了 就是各種各樣的 所謂永續發展的這個 這個 過程 運用一些這個 動之物大自然的比喻 我覺得那都是很棒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無奈感 這個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 能夠有所派遣 你也可以說服你的長官們 都用這個藝術創作的方式 這個不次長 這個可能也要寫個書法 之類的 這個 我想這個都是很有幫助 就是說 讓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說 公務員也是人 然後我們碰到 講不清楚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一些情緒 但是我們是透過 心理學上就是說 昇華的方式 來處理這種情緒 而不是透過這個 對媽啊 或者一些讓人不舒服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情緒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就是適當的 視覺的 音樂的 藝術的 這樣子一種方式的表示 是相當重要 而且說不定你 做了幾次之後 真的有一些梗就會出現 那你透過這些梗 可以更好地去做社會溝通 這個是想要鼓勵大家的 那有三位朋友們 這個想要問說 除了國發會的公共政策 和參與平台 以前像中文平台之外 政府還有哪些政策平台工具 或者技術的手法 可以在進一步強化 跟深化民眾參與政策 來表達意同的意見的方式 其實有的非常多 那既然剛剛提到文化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全國文化會議 然後 最近還有什麼比較紅的 那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還有什麼 年改已經結束了 我就不舉天改當例子 那當然還有理台灣 然後還有一些 這樣子的政策討論的一些系統 這邊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 院裡面 我們在進行 就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像我昨天 就是跟徐立民就是 台北市社會局長 在他們那邊有一個 他們兩個北市 這也是通貨會黑歌頌的一個題目 因為他們也是獲得前五名 前五名的卓越團隊 在這下一整年裡面 我們這些政務官都會負責 讓他們紅到發紫外線 就是想辦法尋回全台去宣傳這些 這個公共們創新的這些方法 所以他們辦了這樣一個分享會 我就很高興的去 那徐立長當時提到的就是 他們在社會局 這個我沒有參與 就是社會局的多元 公共住宅身份分配的這個機制 那當時他們就是透過 讓這些身份弱勢跟經濟弱勢 一起來決定到底怎麼樣討論 分配這件事情才合理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傳統上 意義的網路參與 你若只是加個網站 讓這些人來投票的話 那這不只代表性非常成問題 多元性都成問題 可能就會變成少數的年輕的 原住民運動青年在上面投票 然後所有其他人 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網路站 也不會來投票 就是說它事實上不太可能 透過網路的方式 來蒐集大家的意見 那網路可以做什麼呢 網路可以讓蒐集意見的這個過程 能夠很完整的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所謂的 據說當時這個毛主委院長 看到敘事成合會改成往事成合 不過我們現在說敘事成合 或往事成合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管是網路跟實體 它一開始的這個預備會議 都是去請這些利益關係人來參加 然後實際透過命中挑戰 透過滾動式問卷的 這樣子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一開始問的 當然是一些理事長 或者一些你認識的一些公民團體 但是你問他 不是問他意見 你是問他 有沒有誰更靠近這些弱勢朋友的第一線 他們可能就會推薦一些社會企業 或一些團體 那你到了他們 你再問說那你認不認識具體的個案 他願意在我們就是匿名化的情況之下 累積一些persona 就讓大家更知道說這些特殊生分 他到底面臨的問題 他想要的社會主宰是什麼 透過滾動式問卷的方式 你就可以慢慢一直到接觸到實際的第一線的利益關係人 那像我們最近在籌備的就是全民健保卡 要怎麼樣透過無卡化的方式 就是讓想要用卡片來用卡片來 想要放到手機裡用Apple Play這種方式 來刷健保卡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電子的方式來做健保卡 那像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同樣也是透過多元身分的方式 去讓所有正在用卡片的 但是它是屬於不同的時代 屬於不同的需求 那或者是正在刷卡片的 就是在不同的診所 不同的醫院 不同的家醫 不同的巡迴等等 就是我們不是追求說來的人都是理事長 而是說我們尋求來的人 他的個人的生命經驗 都是其他來的人所不具備的 就是所謂的多元性 inclusion 那這樣子的多元含容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 在規劃這樣子預備會議的時候 大家如果只看中文名牌 有時候會沒有看到 但是這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開始你是讓有不同生命經驗的人 先來做第一場 那在做的過程裡面 把這個過程在網路上面公開 然後大家願意來集思廣益的時候 是在他們所同意的這個討論架底下去進行討論 而不是好像是讓擅長上網的人 來dominant這樣子的一個 discussion 所以這是一個大原則 就是不管是各區的全國文化會議 不管能源轉進白皮書 這些當然我自己都沒有參加 但是我觀察到說的這些實際案例 大概都是以這樣子的做法來做 那所以同樣就是說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 也是在強調這一點 就是我們這並不是網路參與 大家如果看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實施要點的話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網路溝通的一個實施要點 他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看一下條文好了 裡面應該是有立法的 就是條文的這個原則 他重點是說我們在處理 利害關係複雜 多方意見分歧 和民眾參與熱烈的這樣一個議題 然後呢 我們的各個PO來協助機關首長評估 是不是應該在我剛剛講的叫做政策規劃前期 所以我們在公刑上面就是說 我們還在確認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根本不知道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還沒有離稿 承辦機關都不知道是哪個三次機關的 那種時候去看說 那大家怎麼想 民眾覺得問題在哪裡 跟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今天好像也有審計部的朋友在這邊 為什麼在專業平台上面參與式審計 比起我們這個參與式的法規的建議 要來得紅那麼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參與式審計是說 現在他們在做一件新的事情 像台北市政府以前都是補助給P5工廠 現在變成一元租給社會企業 讓他們自負盈虧 好 那這些現實我們不知道怎麼審計 我們問一下大家的疑慮是什麼 那在網路上面 你問大家的疑慮是什麼 總是你問大家的建議是什麼 要來得 popular 就是你問說大家對政府有什麼疑慮 我還馬上就上百則 那你問說有什麼建議 因為他還要有domain knowledge 還要去看那個議題手冊 所以願意貢獻的人就沒有那麼多 當然我們都是非常珍惜啊 但是重點就是說當你還在政策前期 你問的是疑慮的時候 疑慮跟希望的時候 就是天等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是最願意加入的 那你越到後面 就是都已經要蓋了 你就是問你要起什麼顏色 這個大家都覺得你沒有成立 所以政策越後期大家就越不想參加 政策越前期大家就越想要參加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是說 能不能在最一開始 大家都只是疑慮跟期望的時候 來進行適當的程序 那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要勇於求助嘛 共同協作 因為你要認識這些人 他基本上都是你的同文層之外的 他不是你平常會要的那些理事長 或者那些工會的這個主席們 他們基本上就是公民 那怎麼樣透過滾動式的方法 怎麼樣透過persona 透過這樣子一些服務設計的一些流程 讓大家能夠碰到這些人 那這個也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各個部會 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甚至有一些個別的部會 他們已經有三級機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但因為他們在業務機關裡面 也都有設定PO 那這些PO至少它是有一個網絡 這個網絡就是說 任何人他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他就在我們這個頻道上面去求救 那我們就可以調動 其他別的比較閒的機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來幫他們忙 然後跟調動社群的力量來幫他們忙 甚至有一些東西 切切發現說 這些事情不是最適合在這邊做 好比像說民航局的無人機 在當時意見徵詢的時候 就一直有一個意見是說 那要開放好比像說 甚至五百公尺以上的大型的載貨的這種無人機 就是作為物流的一部分 這個所謂的天空鐵軌的那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說真的跟民航局本來要討論的範圍 就是已經偏掉非常非常多了 那我們如果沒有這種跨部為求救的 這樣的一種方式的話 其實就會變成那個爐主 就會要吸收越來越多的這種不決定性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當時就怕接出去 然後做成所有的無人載具 創新實驗條例 就是所謂的AI移動式沙盒 那這個東西立法院就會覺得 欸這個很吵啊 我們通過了金融沙盒 我們大家都這個國際上很有面子 所以我們來通過另外一個移動式AI沙盒 也是很有面子 那所以後來就找到了經濟部 來當主管機關 所以交通部這一塊就切出去了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時候這種先期的溝通 我們收到的東西你不涉嫌 那當然也不是你的機關能夠完全處理的 那這個時候就要勇於使用 不管開放政府聯合人 還是別的跨部位的機制 就是來讓這些東西吸收過來之後 不是說我們奔於權責只回應一小部分 而是說我們能夠奔於權責 但是回應一大部分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在中間如果你需要一些法規的支援的話 我們在開放政府聯合人實習要點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要點 那這個也是我當時去台中市報告這個的時候 這個事實上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像請求內政部空情總隊 設置恆春機場 是恆春那邊八千多個朋友去聯署的 事實上這八千多個朋友裡面 只有一小部分住在恆春 大部分是觀光客 那觀光客去的時候 他們就在他們的民宿那邊 去下這些這個旅客 說你知道嗎 恆春沒有大醫院 如果你潛水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最近的有大醫院在九十分鐘之外 那你要不要先連署一下打個卡 我們在這個讓你住 那所以他們透過這種擺攤的方式 成功吸引到很多覺得這個 對齁我潛水如果發生問題怎麼辦 在觀光客跑來連署 所以是當成最紅的連署案之一 那但是呢這個就讓內政部覺得非常的困擾 因為他們黑影石神機首先就是一台一台的來 不是一次來一批 那第二個是說他們已經涵蓋範圍遇到恆春了 他們專門在恆春在設一個點 其他地方也都要那怎麼辦 那所以這個內政部就覺得說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可不可以請國防部支援 旁邊也有一個軍營 那國防部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把那個快速道路開快一點就可以的事情 這是不是交通部應該要支援一下 然後交通部經過詳細的評估 發現說這樣會讓沿途的觀光會變得反而萎縮 因為大家都一下就開到唐春了嘛 所以他認為說這應該是這個醫院開大一點比較好 應該是衛福部來支援的事情 然後那衛福部又說 可是我們已經有醫學中心支援的這個program 那個這個一開始的主宿還是在內政部 那我們常常這種不限制範圍的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開發政府聯絡的要點裡面特別講說 全的機關有二個以上者 有國發會協調 那國發會協調不一定有用 精協調很有爭議者 均因病列為主辦機關 所以這是我們所謂的病痛挑戰條款 就是說任何人他只要被點到 A說應該B來做 B說C來做 C說A來做 那對不起大家都跑不掉 大家一起去衡春 所以我當時就是 所有這邊大家看到的人 通通跑去衡春 然後我們沒有預設說哪一種解決方案才好 我們就跟當地的所有的這些就是厲害關係人 然後具體的把大家提出每一種可行方案的可行性評估 開了五個多小時的協作回憶 那大家一開始都會覺得就是相當的困難 尤其是那些習慣宮廷會他來講三分鐘他就走的朋友說 我為什麼要花五個小時在這邊聽 但是你如果不花五個小時聽的話 沒有辦法凝聚出大家實際的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可行 而且對大家都沒有壞處 主要是對大家都沒有壞處這個感覺 若是能夠講三分鐘這個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就是很不好意思還是要五個小時 所以經過這五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蠻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像我們立法院當時董家兵委員他甚至在台北他都失去提出意見 他認為說應該是直升機把高雄的大醫生飛來這邊開刀 而不是把病患他可能是中風啊 你怕飛到高雄這樣真的對嗎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都可以集思管理提出一些意見 那因為我們是有就是面對面的這個第一關係人的這個座談 大概30人左右 但是同時因為他是在地的案子 所以我們又在他的公所就是類似一個town home 我們去澎湖也是一樣 任何人包含舉白布條的抗議的SNG什麼 媒體都是在那個大廠 所以我們一個小廠一個大廠 小廠呢直播 大廠呢就是看小廠的直播 但是大廠不會直播會小廠 所以小廠一直都是很有品質的討論 但是大廠呢所有 因為我在大廠啊 所以我就是像是ESPN主持人一樣 就是我就是帶著大家看小廠的直播 因為有時候專家他出一張簡報 因為在場的都是禮管鞋子 大家就知道在講什麼 可是在場的媒體不一定有跟過這個 他們是同一層之外 所以我就是像ESPN的主播一樣說 這位選手他有這個 有一個樂位他又開始這個 放手 他們現在組成了一個什麼什麼政情 那真的試著解釋給大家說 到底這場在做什麼 那因為政委在 然後媒體都在 那所以所有抗議陳情這些的人 都會跑到大廠去 那所以小廠的討論品質就不會被干擾 那這個大小廠分流的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 就是我們在 好幾場這個被翻桌之後 研發出來的一場技術 對 那所以這個技術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它可以讓人無桌可翻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小廠他們經過五小時的討論 大廠透過Slido 進入小廠的這個收斂 我們基本上就是 把所有的四種解決方案 大概都做了可信性的評估 以及到底哪裡不可行的這個 咖啡色的這個地方 大概都已經盤點完 那所以我們到最後 就有一個insight 就是說其實不斷的後送 它只是讓在地的人 越來越不相信在地的意願 那我們要事實上是要建立的是 在地的疫病關係 所以我們是要讓 醫師跟護理師的心可以留在這邊 那也有一些派出過 恆春的地中的這個學長姐們 他們就透過網路看到直播 然後就說 其實他們住在這邊的時候 是連宿舍都沒有的 然後我們就一問他們的醫院 也真的他們連宿舍都沒有 然後教育啊 什麼都成問題 所以後來大家就收斂到說 好那我們就把他們的醫院 擴充花大概三億多吧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那麼快收斂到這邊 就是因為 對所有人來講 即使是要快速道路的 即使是要機場的 即使是要什麼樣的 這個東西是他們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所謂的paratal improvement 就是不犧牲任何人 但是對大家都有一點好處 所以即使是別的地方 來常理者 他們也願意說 好啊那我們就先做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對大家都沒有壞處 所以當我們收斂到這樣子之後 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各方都在 因為不然的話 相信大家都很有經驗 就是說 如果是只有你們部會在 然後送到原本部 常常就被翻盤了 但是因為所有相關的部都在 然後國發會也在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當我在這樣子協助會議之後 我到政府會議 報給院長 報給其他政委的時候 當時院長就說 好啊那我去看一下 所以當時林選院長 就自己去看一下 發現確實是這樣 那就馬上就變成 就是衛服部要執行的一件事情 不過當然因為是要幹醫院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內政部 還是一件署在做 但是至少是說 內政部做這件事情 比起把黑銀直升機 調動過去 是一件更可行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舉一反三 就是說 這些不管是全文化會議 或者 就是能源局做的 能源轉型白皮書 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要讓大家覺得浪費時間 它在這裡面 有一個叫做 流向表的一個概念 這個也是一個創新 這個不是 就是 不是開放政府聯絡人系統 做出來的 但是這個流向表 後來我們都會請大家參考 就是說大家會去盤點 每一個階段的意見 到底有幾則 每一則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在每一個分區會議的 每一個單位的 每一個字 到底流向了哪裡 在這些流向哪裡的過程裡面 他們去給哪一個 就是治理相關的委員會去演出 演出的過程裡面 它到底是到達了檢討修正 還是實證參考 那它是整個叫做政策履歷 它的目的就是 未來的能源轉型白皮書裡面的 每一個字 你都可以知道說 它是哪裡來的 那這個當然是 最費工的做法 但是這個是 為什麼是因為 在這個議題上面 台灣各個地方的無形是 就是最薄弱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20年前 就應該做這件事 但是因為20年前沒有做 所以我們現在從頭做 從頭做的 規劃就會變成是能源局 跟民間的朋友們 規劃這樣一套方法 等於是一開始都不假設 大家有任何無形 但是經過這個程序之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來講話都不是白講 講的每一句話都會 進入最後的決定裡面 進入的方法它是揭露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 就是一個課則機制 那對民間來講 它隨時可以問 就是問責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主動的去這樣分別 叫做當責 那不管問責當責 還是課則機制 在英文就是同一個字 就是所謂的 那這個是非常理想的 比較像是標竿的 這樣子一個處理方法 那我們絕大部分的處理 並沒有到這麼完整 但是在裡面的一些相同的精神 就是從前期的處理 就讓利益關係人參與 在過程裡面盡可能的去透明 然後在過程之後 盡可能讓大家知道 已經流向哪裡的這個課則 這個東西是一致的一個做法 那全文化會議也是一樣 他們是透過分區分場 然後分不同的面向 然後一個一個往上慢慢慢慢的熟練 它同樣的有這樣子一個 流向表的一個概念 那同樣的 它的網路參與其實是比較少的部分 它比較是 網路還是有一些推薦的提案 但是很多熟練的部分 應該說全部的熟練的部分 都是用面對面的方式 去把網路上發散的這些東西 再一次的熟練回來 所以這個技術運用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你網路是用來擴散的 當然我們透過一些這個AI 或一些整理的技術 或透過Slido 你可以熟練一點點 但是具體的熟練到可行方案的時候 還是面對面 但這個面對面 它又可以再用網路技術 但這個技術就是傳播技術 你不管是透過直播 透過錄影 透過註字報 你又讓開下一次會議的人 能夠接續上一次的脈絡 他腦裡裝了脈絡 而且他覺得他當時最早有參與 就算他只有參與一轉一挖 他都會覺得說 好 這是我的東西 我會願意去推薦更多的人參加 所以就是如果要忠誠的話 還是回到那個NCEE的原則吧 就是讓他覺得他只要花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參加按個讚連數一下 他參加之後 他認識更多的人之後 他可以在他的社群團體裡面 揪人來參加的時候 讓他覺得好像是一個意見能秀 就是connected 但是他又可以擴增到你本來想要討論東西的範圍的外面 然後把這個東西remix 比方說他不是只想要討論直升機 他想要討論醫護人員的宿舍 那這個時候你要讓他有這個延伸的這個空間 所以ACEE的這個原則 它同樣還是使用在這樣子溝通的方法 有位朋友問說 如果要在六分鐘之內回應的話 要如何隨時掌握這個選擇 我想六分鐘是我個人的愛好 那個不是 這絕對不是國用跟運工的最新的KPI 請各位千萬不要往這個方向想 目前我們是沒有KPI的 我們目前平均值是一小時在計算 不是一分鐘在計算 那其實講穿了真的不只一文錢 因為不管是Facebook還是PTT還是其他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Google上面用時間去搜尋嘛 所以你就是我有一頁書前一頁 它就是放在我關注的幾個 什麼社會創新啊 然後或者是前一陣子某個候選人來拜訪啊 那不對參選人來拜訪啊 或者是這些其他的東西 那我就會去看這些關鍵字 那在這個關鍵字的過程裡面 我就會第一時間看到說 不管是從新聞的角度 或者是從什麼樣子的角度 最新的提到我的東西又是什麼 那好比像說 將台灣推向全世界的臉書即將做這件事 那到底什麼是這件事情呢 原來他們就會這個 去讓這個全世界公開的什麼黑客宗的競賽啊 然後讓這個AIT啊 這個一起來辦一個什麼活動 那我只要我就是快速掃一次 然後確保說這個跟當時這個AIT來講的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就可以了 其實對我來講這並不是很花的時間 我就大概每個就是十分鐘 二十分鐘 我稍微看一眼看有沒有多的 那如果沒有多的那就沒事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大家都 而且主要是因為媒體都已經養成這個習慣 就是說我其實有點像召喚獸嘛 就是說那上面出我的名字 有時候就會被召喚出來 那所以即使是我正在忙 我兩三個小時沒有辦法check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不會亂寫嘛 就是現在大家都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如果亂寫的話 其實就是對空心力沒有幫助 所以其實我也不一定就是六分鐘就回應 我也六分鐘看到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是就是稍微請我的幕僚看一下 請想外的部位看一下 可能一兩個小時才回應 但是對媒體來講 你第一時間看到你按了一個讚 或者是說你讓他知道你看到了 那這個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有一種你跟他距離變近了的感覺 那重點是這個變近了的感覺 倒不是說即時的澄清 我想九成的東西是不需要澄清的 也不需要follow up的 但是他們還是會覺得說 我在寫的東西有人看 我在寫的東西有人會關注 那這附近我是比較近的 而不是比較遠的 那這件事情我想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在大的幾個平台 Dcar 普浪 Google search 然後Facebook 等等 就是有一些頁前 我就會固定的最近在推什麼政策 大概就會去看這些關鍵字 那大概每十幾二十分鐘 稍微花個七八秒鐘吧 看一下看有沒有新的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詳述透過網路技術的國際場合 發生的過程動機 以及對於此行為 有沒有意義的這個評論 那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講的是 日內瓦的那件事情的話 那件事情我是不小心 讓媒體知道的 我們本來沒有要發告 我們本來講好不發告的 那但是呢就是因為在場 就是有一位民間的朋友 沒有辦法管到民間的朋友 那他就在Facebook上面 這個貼了這樣子一張照片 那所以就不小心讓媒體朋友看到了 那又因為我們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它是全程有直播的 所以事實上你沒有辦法 控制媒體不去寫這件事情 所以呢當時應該是 上報先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就做了這樣子一個新聞 那因為如果是我們發稿的話 然後中央社馬上就會已經有一個抵高了 那大家看到上報發了 然後新透客 然後一些其他的開始跟了 TVBS 中央社才發 就知道說我們本來沒有媒體的準備 我們本來並沒有想要宣傳這件事情 為什麼因為那只是一場技術測試 就是說對我來講 那只是測試說 在那一個地點就是萬國公務 它到底能不能夠有足夠好的Wi-Fi 那事實上我們測了半小時才測出 就是說用會場的Wi-Fi是通台灣是可以通的 那所以在那個之前在那個之後 我都用這樣子的方式參加了 非常非常多次的國際的會議 那這個東西我們並沒有大聲嚷嚷 主要的原因是大聲嚷嚷 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但是媒體既然報了 那當然就是順應這個媒體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們就具體的去回應說 事實上我在故宮南院的時候 就已經用這樣的方式 360直播開一個機器人 帶大家去逛 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因為故宮南院是一個 機身站單身機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去 你就不會想要再想去 但是如果沒有你的親朋好去過 那你也不會想去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故宮南院一直都有它的 audience 打不開的這個問題 那但是我們在故宮南院裡面 又不能夠錄影啊 也不能夠拍照 事實上有些地方可以 但是他們日本國寶展的那時候 是不行的 那所以這個機身站單身機問題 就更嚴重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國寶有多厲害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當時就是跟故宮和院長 也是我們內閣的閣員 我們先發現是沒有意思 我們內閣的閣員去說 那這樣子我們要不要說 你帶我去參訪 那這個我是機器人 然後網友的問題 我就是直接問院長 然後他就透過360 都能夠看到說 南院裡面的這個日本國寶展 這樣 那確實也有很多朋友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跑去南院 所以那是我們第一次 透過這種直播機器人的這樣的方式 就是公開的去跟大家討論 但即使在那個之前 像我剛剛入了沒有多久 我也是透過VR直播的方式 同時在杭州跟高雄去開課 那當時我也是問過我們這邊的院長 然後那邊也是問過他們的政委 那後來他們就是定調說 這個就是看電影 看電影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好 那所以這個 也沒有這個複錄講學的問題 我也沒有拿錢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這就是教育科學文化的分享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個分享我沒有多久 錄個之後沒有多久 也在瑪德莉 那瑪德莉他們也幫我做了一台機器人 叫做Galetti 那這台機器人去逼馬龍蕭鷹的那個Galetti 就是你雕像這個看久了 它就變整人的那個東西 那那一台就是也是360 所以我在台灣就可以感覺 我在西班牙帶那些黑客蟲的人 那我帶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實際飛去瑪德莉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 我就是從西座的身體 變成碳座的身體 但是還是同一個人 那所以我事實上做這樣的實驗 做了非常久 錄個前就能做 錄個後當然也都做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調時差很慢 而且原本沒有什麼出國費用 而且還要簽合 每天見到誰都還要跟外交部講 所以我在錄個的第一年 就是還是單打獨鬥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經費 當時那個林軒院長就是說 你可以自費工價 就是你只要自己出錢 我每個月就准你兩個禮拜的假 這樣子都可以出國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這不是很practical 所以我就是通常都是用視訊的方式 這樣我也不用調時差 而且我在參加一些 永續發展相關的會議的時候 還可以說我因此 減少了多少探足機 救了多少自費機兇 之類的 總之有很多梗 但是整個動機都是說 我想要節省旅途的勞盾 然後我想要去讓大家看到 說你透過視訊 你也可以一定程度的 有一些具體的問答 那這樣子的東西其實 幾乎對我來講 每個禮拜都在做 就像我說上個禮拜 才在布吉娜法所 但是我們不會特別發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類的 這不是一件文外交工作 在我們當時的定調裡面 那但是當然這個情況 在Joseph 就是我們新的部長上來之後 是有一些改變了 就是他覺得說 我們當時有去跟他談 因為覺得說 像這樣子的一種分享 主要是分享 台灣的民主的一種進程 然後透過像Sidal 或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我們 最永續發展 尤其是第17項 就是跨部門的跨領域 和做社會創新的一些貢獻 像這樣子的東西 雖然我可以用個人的方式去分享 但問題就是說 我累積的這些人脈 不管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網絡 不管是這些大的智庫 這些東西WEF 這些到最後都沒有累積回 我們就是外交部 那這樣子其實很可惜 因為等我不當政委的時候 那雖然我可以手割這些人脈 我在民間繼續去做公民運動 但是我們外交部 尤其是當地的住處 他就少了很多可以運用的人際資源 所以後來我們就談了一個合作 就是說我們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聯合人出國講學 優學 我們才這個 就是這整套的訓練課程 就是一開始我還記得是在 原總這邊研發了兩天的訓練課程 我們就帶到紐約 所以我們就去紐約 教他們怎麼做民主 非常有意思 然後 但是當時他們是非常非常的買單 包含聯邦 還有很多地方的人都過來 那我們這樣子帶著開放政府聯合人出去講學的這件事情 training and cheating and network 那這是第一次用外交部的經費 所以這個從外交部的角度來看 後來我們跟聯工校組的朋友也有討論 這個對於他們的意義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因為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特別強調跨部門跨領域的合作 所以也表示是說 我們不一定要用國對國或者邦交國的方式 我們只要能夠講出我們這樣子的訓練是 如何結合國際的力量去促進永續發展目標 所謂的暖時力 我們透過AI解決漏水問題 我們透過民生公共物聯網解決公物問題 我們透過什麼東西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不是只是解決台灣的社會問題 而是可以把它擴散到全世界 我們只要一直講這些題目 那首先因為永續發援目標是大家的普世宗教 所以北京方面也不可能打壓 實際上北京也從來沒有打壓過 那第二個是說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不使用國對國 而是就是很具體的跟當地有類似遭遇的朋友們 就是建立具體的這種聯絡關係 那這樣子的人蠻是外交部想要的 所以後來的動機大概就會變成是說 對我們來講還是訓練還是講學 還是累積課程 教科文的一些目的 但對外交部來講就是讓住處的朋友們 在他也參選等於他也從頭到尾旁聽之後 他自己也變成一個講師 那以後碰到說台灣怎麼神話民主 台灣怎麼樣在做網路溝通 台灣在怎麼做數位治理的時候 住處的人就可以偷偷是道地講出一套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有很多對於NGO的 對於四部門的這樣子的東西可以去參加 因為畢竟在沒有綁交的地方 他們要用國家的方法去辦 這樣子研討會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這種四部門公民部門都會想要知道 怎麼樣說服公部門來聽他們的聲音 所以我們反而從這樣子的公民運動者角度來做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輸出革命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最後就是說 就是這個過程統計大概都講了嘛 最後還有就是說意義 其實因為就是日內晚來一次 就是不小心就是洩漏出去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大家都看到說 北京方面的朋友是有過一些抗議的行為 那這個其實是他當然要為他的工作交代 但是原因也是因為 這也牽涉到一個定性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就像我當時在杭州和高雄 做原句演講一樣 他把它定性成錄影的話 其實他什麼都不用做 他就是主席在放一個錄影 雖然這個錄影是兩秒鐘之前在錄的 但是他還是一個錄影 那這個時候他什麼都不用做 那他如果把定性成一個人 或者一個代表的話 那當然按照某一號決議 如果我們不出去 那他就得出去 那所以他就是感到很困惑 所以他就用抗議的方式來試著做一個定性 那我們主席就是說 沒有啊這並不牽涉到政治 這也沒有什麼代表權問題 我們根本不是在做台灣獨立 我們就是在分享一些 永續化的相關的一些技術而已 所以最後他就沒有話講 那所以如果後面大家看到 包含這個華春瑩同學 或者他們其他的這個發言人的定調的話 這個到最後都沒有被定義成一個 就是作為台灣獨立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他會覺得說會場裡面不要有兩個鐘頭 那以後就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事前告訴秘書處說幾天幾分 我會在哪裡 或者不是我國合會的 其他部位的朋友會在哪裡 那北京方面的朋友他就會不在哪裡 就這樣 他可能對外面說 是我們模範想自在分享經驗 那隨便啊 就是他們還講什麼講什麼 那但是至少是說 這不是一個衝突性的東西 因為他們知道說 這些題目上面的打壓 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而且只會讓他們丟臉而已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的定義裡面 也並沒有把這個黨做一個挑戰 他們所謂代表性 或者所謂上一號一個中國家一號 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並不是造成衝突 那當然第一次就是媒體出來 我們中央社的稿子沒有背好 所以就被放大解讀了 也被稍微炒作了一下 那就是這樣吧 那但是我們之後都會相當有心理準備 然後也不會把它變成是一個好像是 就是跟背景方面有互相嗆聲的這樣一個行為 因為對我來講 永續發展目標本來就是全世界都在做的 我們也不會特別拒絕說 在地球上哪一個地方 有誰想要學習這樣子一套東西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針對台灣的長期的低薪的情況 是不是有問題 這裡當然院裡面其實有一套說法 所以我可以把那個謠言誠情搞分 最近拍的那個這個促進青年什麼什麼 這個薪資提升方案 這個把它背一遍 不過各位這個自己到新傳書看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我基本的講法是蠻簡單的 就是說雖然確實因為我們台灣既有的很多行業 尤其是服務業但是也包含一些製造業 它在之前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 所以跟我們最近的那個經濟體之前 trading比較多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薪資鎖定的情況 那這個是就是廣於經濟上面的情況 那我們目前因為理論上推行 所謂大東南亞市場或者是其他的市場 它的這個交流開始變得比較多了 所以我們就diversify 那就不一定要綁定那邊的薪資 但是即使在某些相對來講比較沒有那麼提高的性質的產業 它的福利也是有所提高 然後具體它能夠享受的就是勞動權益也顯然有所提高 所以就是在就是不能指開性質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理論上是要創造出一些在產業鏈裡面還不存在的位置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收入創新方案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產業創新方案它是把五加二個 我們大概已經知道說台灣已經可以在某個產業鏈裡面 放到一個不錯的位置的東西去盡可能去把它鋪去上去 但是那並不是全力都可以參加的 你還是要有相當的專業技能才能夠參加五加二的方案 那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來講它不一定能夠五加二轉那麼快 那對它來講它可能更重要的是說它怎麼樣透過一些像AI 或者像這種新的技術去大幅減低它的成本 然後把它的人的時間費出來 讓它能夠去找到更多異業結合的方式 然後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之前冯耀老師的時候是說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嗎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名字改成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希望變成好像只有少數幾家 像合作社會的基金會像是公司 他們確實就是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他們在有SDG之前就跟SDG非常扣合了 但是從大家的角度來看 雖然這個大家都蠻認同的 就是看到會說主婦聯盟做得很好 或寫漢人做得很好 或禮人做得很好的 大概五個人裡面就有四個半 但是大家會說 那我就把我的企業調整到做這樣的事情 大概就沒有幾個重要的企業 能夠一下子就調整到說 我就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我的使命 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擴大了這個方案的範圍 我們現在在讚揚的在討論的 就不是只是社會企業的這種組織的這種形態 我們在討論的或者是在推廣的 就是社會創新的這個行為 就是說不管你本來是傳統營利企業 還是你本來就是一個NPO 你知道能夠想出一些東西 它是可行動 可聯繫 可擴展 就剛剛講的ACE的這種東西 我們就盡可能讓你這個大乎大子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怎麼解決低薪的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試著透過這種服務創新的方法 社會設計的方法 讓即使是最弱實的 薪水最少的 像這是接賣者 接賣者各位可能都碰過 就是在街上做論議 可能身體有些不方便 然後想要你買一些口香糖 或者衛生紙的一些朋友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一種 跨業的這種跨領域的見識 我們就可以去看到說 好像說它的這個資訊流 做得不是很好 你在買它的東西的時候 很少知道它可欠到 最後跑到哪裡去 所以它會有些疑慮 或者說它跟你的互動 所謂的CRM做得不一定很好 就是說它可能就是說 先生小姐細心好 但是並沒有很多進一步的 記得你或者有很多的互動 那更重要的是 它的這個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供應鏈管理 它也不一定做得很好 所以就是說 它的衛生紙或口香糖 並沒有比便利商店便宜 所以在這三個狀況分析下來 大概這個情況就是 你跟它消費一次之後 回頭課的這個機率就沒有很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透過一個交團的方式 就是本來在做的 不一定是社會企業 它可能做的就是生活照顧 做的是職能訓練 那它被拉進來說 那你如果讓它能夠 有更專業的委員 或者有一些是做 扶具的一些設計的廠商 它本來就是所謂的隱形冠軍 它就是做扶具的 它也不覺得它是社會企業 但是它可以被拉進來說 那你幫它做一個 很漂亮的Mobile Station 讓它是一個電動服務站 而不是看起來 就是一台輪泥而已 又或者是說有一些城市 像在公平貿易的城市 它就可以被說服說 那它有一些公平貿易的 咖啡啊 茶之類 拿去給這些生長者們 來這樣子去販賣 那但是這裡面更重要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不只是群眾 能夠來使用 不只用治癒社會 它也是取治癒社會 就是你有這樣子的一種 新的設計出現的時候 我們把它用群木的方法 弄到人進階之 那這個就像湯姆歷前戲裡面 七強的那個故事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透過群木 捐了五十塊 五百塊 你這重點不是你買了貼紙 我買了什麼枕頭套 我買的是枕頭套的被套 重點不是說你到底 有換到什麼贈品 而是說你就開始認同說 看到這些弱勢的朋友 像這些視覺都是稀罕而化的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我畫不出來 原來它在某些方面是有優勢的 那這樣子觀念改變之後 你就會很願意去提出一些想法 像看到這些生長者的 Mobile Station之後 你會想到說沒有愛台灣熱點的地方 也許他們可以當你熱點 那或者是你的手機沒電了 也許你可以放在那邊 讓它快速充電 然後同時它泡一杯茶給你喝 那或者是說它前面有一個植物 我也可以放愛心傘等等 所以群木當然木八十了 很快就會超過一百萬 但是這個重點 並不是這一百萬的錢 可以換到十台車 而是說這些後面的這個goodwill 這些的好意 它不是覺得我只是施捨一包 購上一包衛生紙 而是說從那個之後 我就開始買單這樣一種創新的主意 然後我就會想到很多 讓這樣子的服務加值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其他的供應商 其他的打廣告的 因為它這輛車上面 後來還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液晶螢幕 還可以放廣告 還可以遮起來變成擋雨板之類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參加的這些企業 它就是用一個BT的角度 就是商務開發的角度 它就不是用一個CSR 不是做好事的這樣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你就會突然說 這個比舉牌小人 它的產值要高很多 而且它也可以去做非常多的 進一步的硬體上的變化 包含行動支付啊 最近很夯的啊 這些都可以架在這輛車上 所以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把這些 傳統上低薪的 弱勢的這些工作者的 實質薪水提高 它當然有這個效果 而是說透過讓大家 怎麼想這個提高的過程裡面 去重組旁邊的這些 business development的這個產業鏈 大家都在一個做好實 這個進行永續發展目標的 解決的這個前提底下 找到這個共同價值之後 然後就去重組成一個 對大家來講 毛利率都比較高的產業鏈 這是我們目前實質推動 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一個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只剩13分鐘 只好快問快答了 政府要不斷化 我常常來聽不斷新創 政府表面的為了保持原額的好看 竟是派遣人力的進入 這個真的是大家 而且不是派遣人力 我們也沒有替代衣可以用了 這個我非常的有感 因為我們 我剛進來的時候幾乎 包含拍影片啊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替代衣同學們做的 但是後來就沒有替代衣可以用了 那所以有何看法 又如何發揮政委的力量 讓政府需要的人才來進入 不過我覺得在很多的部會 我們觀察到 就是我們之前在推一些自動化的 一些技術進去啊 包含自動串聯表單啊 共筆啊 或者一些技術進去的時候 他們阻力都很強 阻力強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些事本來都是替代衣在做 或者是一些便宜的派遣人力來做 或者說族改還沒有完 所以就是勤結法人做 這些是最常見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個情況下 因為它的業務不會累 它的那個know-how不會累積 這些都是短期原理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那我們要推這些系統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那你要花一個月來訓練他 他才會開始 比他本來做事的方法有效 可是他再過三個月就要走了 那這樣子真的好嗎這樣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很難推 但是等到替代衣沒有了 然後配件原理也就是開始變少了 忽然之間各個機關 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 他興趣就開始增加 就是說好吧 我們現在就只有這些人了 我們就真的需要一些真正的數位系統 來幫助節省人力 所以我常常說我們數位轉型 這個就是原額跟替代衣的廢除 這個是幫了很大的一個忙 因為就是本來不太回我們電話的 現在沒有替代衣的忽然都在回我們電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具體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有些真的沒有辦法用工人智慧做的事情 他應該要交給機器來做 那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我們當大家要踏出同文層 然後去民間去問說有沒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不管是總統被黑客送 或者是像距離離 每兩個月就會辦大型黑客送 或者是D4SG 就是Data for Social Good 這樣子一個資料英雄計劃 反正現在民進有非常多社會企業 他們就是在等著政府說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大家一起來想辦法做 這樣子的能量是很強的 但是當你還有很便宜的快速的 發行能力可以用的時候 你當然不想距離去大樹同文層 這個是人之常情 但是等到沒有這些能力可以用的時候 大家看起來彼此就是比較是一個partner的一個關係 而比較不是一個好像廠商的關係 因為如果你是把社群當作廠商的話 那社群基本上是不會執行超過你告訴他事情的 但是你如果不是把他當作廠商 而是當作夥伴 就是他提出一些idea 然後你幫他吸收風險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大的創造的空間去做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社會創新方案的一個核心 SE.pilis.tw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的政府資源 那所以我們做的方法其實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你是什麼組織型態 那就是公司就去找經濟部 合作社就去找內政部 如果是NPO或者是協會的話 就去找你的主管機關 大部分是衛福部 文化部 然後如果是這個其他的不同部會 反正就是地方的就去找地方相應的局處 但是我們目前的做法是反過來 就是說你現在想要解決什麼東西 你想要做青年參與 你想要做就業整合 你現在需要的是什麼呢 你需要的是活動 還是課程 還是諮詢輔導 他就會跨部會的 讓你知道說 原來農委會也有再投入非常多資源 原來教育部也有投入非常多資源 在做這個 他就可以去洋氣調 本來那種非常古藏式的就是 第一個跟他接觸的人是誰 他就只會講他們不會的計畫 這種狀況 而是比較散播出去的 讓民間的這些朋友 能夠很 就是具體的看到說 很多是新計畫 這個介紹他的公務員 甚至地方政府公務員不一定知道 他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我只要做掌握在地知識 就是連結社區營造 以及實現公民文化行動力 我甚至只是一個個人 我不需要立案當作一個文化協會 我也可以來申請文化部 經營成為文化行動計畫的這個獎勵作業 所以這個東西就不會是 只是透過文化部的網絡 而是我們尋回到每個地方 農委會的教育部的其他的朋友們 都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大家說 政府又在主持哪一些這種 比較是協力創作式的計畫 而不是好像一定有KPI 一定要達成 是讓民間來一起寫的這樣一個計畫 當然USR也是一個很大的這樣的計畫 那當然空總 最近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廠 他們趕運之後 要花一點時間才背得起來 就是C-Lab好像也是在整間做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說我們越多這種 我們自己辦黑客送 我們自己辦整間計畫 我們自己辦工創計畫 我們自己辦工創計畫 這樣一種協作的場域越多 我們就能夠吸引到越多新鮮的感 來幫我們做公務服務的工作 因為我們反正公務服務就是為了突兀公眾 公益 但是如果我們不透過這種 比較對等的方式去engage大家的話 那大家即使去當志工都覺得 來接政府的案子還更有成就感 所以我的意思說我們自己engage那個方法 肯定要有些調整 那這邊調整的一些具體的方法 大家可能可以在就是se.ps.tw 就是社會創新專區這邊 大概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在實驗的方法 政府資源是一個嘛 每個禮拜三可以來找我是一個 我們巡迴在各地去用這個具體的提問 用回應的方式來處理各地的問題是一個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政委其實唯一的力量就是cow大家 來開會的力量 就是說我脫塌也不可能做什麼才是 但是至少就是民間有反應 五千人連署也好 巡迴也好 透過這樣子媒合的方法也好 至少我幫忙找到正確的承擔機關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但重點就是讓承擔機關的人知道說 如果他這樣子合作發生了什麼風險的話 他永遠都可以說這是唐風的問題 但是如果他做出什麼credit的話 我就會像剛剛秀給大家看一樣 不斷不斷的讓他們的部位 這個能夠有眉光燈 所以就是說credit是分享的 但是責任是我吸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我主要的theory of change 就是主要的改變的方法 有一位朋友問說 反應這麼快回應也完整 不考慮接任政府的化妝師 我想我們已經有發言人了 郭勇也是很厲害的 而且雲光來之後真的是入五天一 但是我想我做的事情 倒比較不是特別幫哪一方化妝 我做的比較是一個 我們叫做facilitator 可能是所謂的促進引導師 通常都分引導師 引導師的意思就是說 他盡可能讓雙方能夠看到彼此的苦衷 讓多方能夠看到彼此的苦衷 因為民間如果不知道工屋程序的話 其實根本不知道說 大家加班的程度比起民間企業 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多的部會都是到九點到十點 都是常態 但是就是說民間對於公務員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誤解 尤其對於專業的事務官 有非常非常多的誤解 這個也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我講的這一套 就是說我把事務官的具體方案 在先起就公開 讓大家集思廣益 讓這個政務官能夠更了解到民間實際的需求 然後不會好像事務官來五個案子 你博會四個 然後最後一個 不知道哪裡跑出來的案子 根本不是你寫的 但是要負責 這種莫名其妙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 紐西蘭的那個自身的事務官 他就覺得說 他說是music to my ears 就是大家聽到音樂音嗎 因為他們之前真的被這個 紐西蘭的公民社會罵得很慘 但是其實他們有很多很切合那個公民社會的案子 只是莫名其妙 都被政務官這個駁回了 所以我做的這套法至少讓大家知道說 事務官曾經有提過哪些具體的可行的方案 在前期就讓大家知道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不覺得是政府的化妝師 但是這真的是拉近我們的 專業的事務體系跟人民的距離 而且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坦白講在現在這樣子的氣氛裡面 到底誰想要來做公共服務工作 如果工作公共服務工作的credit 沒有辦法被大眾所瞭解說 不要說肯定好了 沒有辦法被瞭解的話 那我們一直守著所謂的這個文官內明星的 這樣一個傳統 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如果大家願意進來用這樣的方式工作的人 都變得比較少了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這個moral 就是大家的事情 還是建立在說 我們叫做celebrate small success 就是有一點點這個做得不錯的 我馬上就把它弄到人間截止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可以這樣子做的事情 然後所謂的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大家在做的這個過程 就算沒有做出成功 就算是失敗 就算怎麼樣 那我就會說 欸我從這當中學到什麼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是 非常非常正向 充滿正能量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並沒有一定要大家做什麼 我並不是大家的長官 所以大家的任何實驗 不管成功我失敗 我擔任的角色就是 促進引導整個公民社會 能夠更了解說 欸還有專業的施錄 在很專業的幫大家想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當然反過來講 我也是讓民間的這些專業的意見 然後能夠說服大家說 欸有五千個人連署 不表示他要來參與房子 他表示是說 這裡面有一些專業者 他真的看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你好好地要他們進廚房一起做菜 他們就會加一些自己的 想要的這些原料進去 這些很多東西 是我們公務執行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些 共創的案例 來讓雙方增進彼此的呼吸 再次強調PILIS 最重要存在的價值就是 促進彼此的呼吸 還有三分鐘 AI應用的同時 如何保護其中所涉及的隱私權 這個問題 簡單來講 這個就是我們要有說 資料它並不是一種財產 資料它是一個人 跟一個機構的關係 一個人他有各自存在這個機構的時候 雙方就是建立了這樣一種 付託的關係 然後他託管他的資料在我們這邊 那這個時候 這樣子的一種關係 你要怎麼用來強化信任 基本上就是透過 accountability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從他講話來講 他要可以問責 他要能夠知道說 這個資料現在在哪裡 可以怎麼樣利用 你的蒐集的目的是什麼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當責 就是我們主動要去做 目的外利用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的這個方法 要能夠很清楚 讓大家知道 之前問題是 這個沒有一個累積的地方 除了各部會有些大的資訊中心之外 這個沒有一個累積的地方 那但是未來有各自辦之後 這個很多東西會累積到 各自辦對外的這個網站上面去 那在另外一個過程裡面 就是就是說 任何時候有人 對你私權的疑慮的時候 我們就是拿這個 當作一個具體的對話的機會 那這個對話的機會 透過對話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現在給出這樣子的 所謂的個人資料 那在我們公共員運用的時候 到底是我有什麼目的在運用 那目的在停止或者消失的時候 或目的還在那 它要更改的時候 它要怎麼樣去做更改 那所以說我們提供 從越來越多種所謂 MyData的東西給市民 那大家就越來越能夠知道說 好政府實在有善用大家的個人資料 才比較願意託付過來 不然的話現在確實有 就是我們的公信力 可能還不如小數的兩三家 跨國公司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們如何去改變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是看到兩三家 跨國公司怎麼樣透過 的機制來讓大家知道說 它怎麼樣去運用 那像我之前服務的公司 蘋果公司 在這一點上面確實是做得比較前面 就是目前你用蘋果任何東西 它只要用到你的個人資料 都會出現兩個小人的那樣子的一個符號 那你點它就可以很具體的知道說 你的個人資料的 就是蒐集處理利用的方法等等 所以我才會比較相信說 我戴這個手錶雖然會蒐集我的心跳 但是它說它不會傳出去 它就是真的不會傳出去 那這個後面有很多的 技術上跟法規上的架構 是我們可以就是讓國民更知道的 而不是好像只有我們說服了我們法規會 或者我們基礎上面的人員而已 這個也我回答過了 那黑客松簡單來講就是黑客的馬拉松 所以黑客的意思就是 運用創造性的方式來解決 本來看感覺上就是 卡住了問題的一些人 那黑客松就是說 長期的一段時間 通常是兩到三天 大家去凝聚創意在某件事情上面 然後在事後有一個發表 有一個demo讓大家都能夠看到 那總統被黑客松是一個藝術 就是說它是長達三個月 理論上它是一系列的黑客松 其實它並不是單場的黑客松 所以並不是說黑客松就可以解決問題 重點是說它是要一個定期的 或至少是每一場的時候 你在結束的時候知道下一場在哪裡 的這樣一個情況 它累積的是人跟人之間的social capital 它累積的並不是一兩個解決方案 如果大家覺得解決方案提出來之後 就被拿去這個申請競爭性經費 那它大概下次就不會來了 如果它來了之後提出一個什麼想法 它之後實際的都還在 它的執行過程裡一直被扣的話 那即使是一開始沒有付它錢 或甚至支付一些專家的費用 它也覺得說 那我有實質地掌握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想這個relationship building 才是黑客松的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健保財務庫的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說 我們這個東西 它能不能夠透過統計的方法去應用 那其實統計法Paper 也發了很多篇Paper了 那最大的一個大家的疑慮就是說 那這個統計方法真的是不洩漏各自的嗎 我們怎麼奧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必須要像資安 所謂白毛駭客的方法 就這個統計方法未來 應該是要越來越公開在大家的面前 大家才可以知道說 我們不會自己去運行這些統計方法 釋出統計後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統計後的結果 這個不是所謂的什麼去世別化 把一兩個欄位摘掉之後 但是明明就還可以還原為個人的時候 等那種就是不完全去世別化這種資料 它就是個統計的公信力 必須要能夠建立出來 那我們新的統計法修法裡面 其實有放一些這種概念進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可能沒有辦法把統計法的這個 立法意識稍微黏一下 AI創作出來的制裁權是屬於誰的 這個我從公益社會到這邊 我的概念都沒有改變 就是智慧財產權是一個幻覺 我反對使用智慧財產權這五個字 那這不代表行政院的立場 那OK 那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著作權、專利權、集體電路布局、商標、營業秘密 這五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它們有所謂的家族相似性 但是其實它沒有一個共同性 它並沒有哪一件事情是這五個東西都共同的 也就是說這五個事情你抱一抱叫做自裁權 就好像你把網路上的謠言 把故意的抹黑什麼東西 把編輯的標題下錯都抱一抱叫假新聞一樣 這是完全沒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它實質上是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在好比講說AI的音樂 那這邊它講的可能是著作權 那著作權這個是蠻簡單的 就是說如果你是有一個著作者 然後他是創造這個AI 那這個AI他是他的作曲輔助工具 那他當然可以主張說他只是我的作曲輔助工具 但是當這個AI它是cloud source 就是它是透過群眾智慧 一起來達到這個AI的判斷的時候 那這些群眾理論上應該要共同擁有它的著作權 那如果實務上不可能 那它很可能就是在工作領域 就是說我們如果專門看著作權的話 那它就是在著作權的架構裡去看 但是你用音樂去主張音樂秘密 或主張機器電路布局 那個大概是主張不出來的 所以我想還是提醒它說 以後講自裁權的時候 可能就是多多少看一下說意思是什麼 最具挑戰性的一個案例 我們有過一個大家可能還記得的就是 連續酒駕要不要除編輯的那個案例 那個案例是最具挑戰性的 主要是因為大家都充滿了情緒 如何透過Police剛講的AI收集 大家的意見的系統 讓大家逐漸凝聚到這個共同的價值 當時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而且我們承辦的那一位同仁 遭受嚴重的精神衝擊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修到了一些公事 還是讓大家發現到說 也許就是治標的方法 不一定是治標的方法 也許這件事情它還是要在 以預防的方式來做 而不是以事後的方式來做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當時非常非常有挑戰性 而且也威脅到 中文平台本身的公信力 但是我覺得我們最後處理得還不錯 媒體我基本上是就是來這部局 但是同樣道理就是說它寫字 我也要寫字 它拍照 我要拍照 它錄影 我要錄影 然後基本上就是一個 有對稱性的情況下 全程公開那項我就會同意 那如何去達到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要再越先起 你的預設越少 而且你這些少數的預設 你把它講得越清楚 那它就越容易 凝聚大家的共同價值 如果你是收集完了 然後之後再來翻牌 然後說對不起 我早就給你預設立場 那當然到第二次人講 就不跟你玩了 當然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以及他們實質的統治地區 跟我們現在這邊的國人 其實他們現在想要做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 先實質統一權利化的 這樣子一個態度 就是說雖然政治上面 還沒有什麼談判 但他們希望說 去延伸他們提供給他們的 下下的人的這個權益 可以盡可能的讓國際上有一種 好像有不少這個中華美國國籍的人 他寧可去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不過目前這個策略 看起來相當不成功 所以應該看起來還好 然後還有什麼 這影片都是說哈囉 那最後就是說 會不會訓練更多型態的公務人員 來做相同的事情 來使政府的民間距離更近 那確實是這樣 那不但我在這個地方的訓練會 我在文官學院 我們接下來會把PO的這個工作坊 直接帶到那邊去用 整天整天的課程去做訓練 那甚至現在在外交學院 在各種各樣的地方 我們都會開始有這樣子的課程 那當然我們所有的課程 都是自己授權在網路上公開的 所以如果你的機關想要有 這樣子的教育訓練 或一些製作課程的話 也歡迎隨時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就這樣子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今天非常感謝唐政委 在這個週六的午後 為大家帶來這麼精采的課程 那同時是不是請政委 每次要大家排行跟兩三年公共一任 就有一個照片 再找一照 開了餐廳照 再找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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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找一手 再找一照片 一ех 再尚提示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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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各位學長喔 就是第一週課程到這邊結束 那有幾件事情還是要提醒大家 那就是第一點就是有關國外演習的部分 視頻編成已經把就是剛剛跟大家宣達的一些有關思想已經整理好文 然後有分別就是已經PO到我們幹部的LINE群組了 那也麻煩就是拜託兩組的幹部 把我們分別再PO到兩班的那個LINE群組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再提出來 那提醒大家就是那個說卡授權書麻煩就是帶回去 如果已經寫好可以先交